好 可以开始了 因为我们每一次我们先发现 这个走过的必留下痕迹 那虽然我们读得好像很慢 但实际上我们这样读法 那个圣经的话语就越来越深刻的印在我们海里 我们很感恩 谢谢主在过的时间里面一直与我们同在 也帮助我们了解整本圣经 特别是新约的部分 我们都说过旧约是基督的预表与图画 新约是基督的实际完成 那我们也看到了整本圣经都在述说 Gothic Eternal Economy 神永远的一个计划和金轮 那在这个里头 在旧院里面我们看到了 Typhology Typhology的意思就是这个预表 那还有它是一个picture 是一个图画 图画和预表 那但是呢 实际上 基督完成这个实际预表的工作 就是在基督与教会就整本圣经的核心的信息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之前已经带着弟兄姊妹走过的 这哥林多前书好几 但是因为哥林多前书相当长 相当长 它不是一点点的 它总共有16章 我们之前对付过很多事 大概简单的讲起来 关于恩赐的事 关于分裂的事 关于二弟兄信徒之间的征颂的事情 关于滥用自由的事 关于婚姻的事情 关于吃偶像的物 这个吃怎么样吃是合适的 正确的吃法 要寻求别人的益处 要建造人 荣耀神来笑话基督 笑话师父 那现在的话 我们要进入到11章 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 这个地方的话你会发现 哇 很惊讶 在以弗所的时候 保罗第三次行程的时候 你看那个使徒行传 你觉得很顺畅 这边福音一年六个月 那边福音三年的时间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 从保罗的书信里面 你就看到问题很多了 也不是说服侍服侍 一个地区 刚刚成立教会 就一帆风顺了 通常最困扰的就是 起头的时候站不稳 那哥林多才一年十个月 一年六个月 你看我们 我们在这个悲害 已经多长的时间了 从2013年就开始了 一直到现在 已经都快要十年了 2012年的同工们 都已经去那边了 也就十年的教会生活 我们比保罗去哥林多的时间 多了好几倍 所以哥林多教会 有这么多的困扰 是很正常的事 因为都不够成熟 好 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 11章来看一看 他怎么样在这个环境中 然后对付蒙头的事 蒙头 这个头到底是谁 这头是宇宙的头 蒙头有什么原因 在这边没有强辨的时候 我们之前也稍微提过了一点 也包括对付主的晚餐 那对于混乱的事情 先后次序 没有等候彼此 然后也讲到这个主的晚餐 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 定义如何 你要怎么查验 你要怎么样分辨 主是怎么管教的 我们大概之前都已经讲过了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头 神是基督的头 有没有 那这个 我吩咐你们不是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现在聚会不是授业 而是遭损 为什么呢 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 都还彼此分门别类 对不对 这个都是我们之前已经听过了 你们聚会的时候 算不得是吃主了晚餐 为什么 因为吃的时候 个人先吃自己的饭 以至于这个挨饿 那个什么酒醉的 那怎么可以这样的 你们不可以藐视神的教会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就是从主领受的 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日 开那一夜 拿起饼来注谢了 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神 你们当如此尽用行 为的是尽用 饭后呢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利益的新约 所以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尽用 如此尽用 为的是尽用 所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次 只等到他再来 所以无论任何人 若不按理 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 生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茶 然后再吃这饼喝这杯 如果人的吃喝不分辨 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所以才在他们当中 有些好些软弱的 患病的 剩余睡的就是死的人也有 这是哥林多教会 才一年半 好些软弱的 好些患病的 好些死的 那表示这个教会的问题 还真的不少 然后以至于 保罗必须要重新的温故知心 然后教导他们 吃主剥饼的时候 他应该要注意的是 你们必须要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神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 在聚会的时候 要彼此等候 这个免得你们聚会 是自己取 对其余的事 等到我来的时候 我再来帮你们安排吧 所以这些都是很细微的事情 我们现在进入到十二章 十二章里面 就是讲到对付恩赐的事 十二章到十四章 蛮长的一个篇幅 讲到恩赐到底是什么 第一 这个管制的原则是什么 那你的表现 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 肢体的构造结合构成 都是不一样的功能 你不能说手不要脚 脚不要嘴的 不可以 那么恩赐怎么设立呢 那当然是神给的 那极超越的路是 怎么样运用这个恩赐呢 乃是运用爱 爱的定义 爱的超越 对啊 这个都是在这个 戈林多前书里面 讲到爱是很久忍耐 用文字 爱是不激不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喜欢冥冥 只喜欢真理 哇这个真的 每一次我一看到这一段 我就觉得 这段写得太好了 太好了 那但是这一段居然是 在以弗所的时候 写信给戈林多 这个满了问题的地方 然后劝导他们 无论什么 回到神的爱 那么 关于先知的超越性 为了要建造教会 让更多人被劝服 所以在教会中 要实行怎么样 每一个人要禁功佑 个人可以说方言 也可以为主说话 那富人之间的问题 我们也要稍微对付对付 那基本上 这个12章到14章 已经开始到了末了了 但在11章的末了的时候 他就说你们还有其他的事 我回来再说 也就是说12章到16章 都是末了以后 总结的原则 总结的原则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哥林多前书12章 弟兄们 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的 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你们随时被牵引了 对不对 受迷惑 去拜亚巴偶像 这个都是你们早就知道的 你们以前就是这回事 拜偶像 行邪术倒不一定有了 但是拜偶像 很多人都知道 好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人会说耶稣是可咒死的 不可能的 你只要被神的灵感动 都不会这样说 但如果不是被圣灵所感动的 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 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说耶稣是主基督得圣灵 就是因为在圣灵里面才有可能说这话 你如果没有被感动 就不可能说耶稣是主 如果被神的灵感动的呢 也不可能说耶稣是可奏可主的 不可能这样子说的 那恩赐原本就只有 恩赐是有分别的 有很多不同的恩赐啊 你会开车我会煮饭 怎么会是一模一样呢 圣灵却是一个 圣灵却是一位 那么直视呢也是有分别的 主是却是一位 圣灵只有一位 直视虽然有很多人你要做什么 你要插窗 你要扫厕所 你要帮忙排椅子 你要做讲台的工作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主却只有一位啊 我们每一次都来纪念主啊 所以主的这一位 是一主一姓一静一灵的概念 那功能呢 功用也有分别 对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能都不一样啊 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 你现在要感受到 这边跟那个 罗马书那边讲的 就非常非常靠近 但是啊 恩赐虽然有分别 圣灵是一位 直视虽然有分别 主只有一位 公用虽然有分别 神却是只有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是 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 你们这个人强调 谁的恩赐强 谁什么 但是圣灵只有一位啊 你们要强调你们的工作如何如何 你们的功用如何如何 神只有一位 主只有一位啊 这三一神就是独一的 在众人里面运行啊 在众人之间灌固众人也是啊 在做这个什么样子啊 就在我们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所以圣灵啊 会显扬在个人的身上 教人得出益处的 这个人啊 蒙了圣灵 赐给他智慧的言语 那个人呢 也蒙了圣灵 赐给他知识的言语啊 这两个当然有差别啊 我们待会都一起来讲 那有一个人呢 用蒙这个圣灵赐给他信心 那有另外一个人呢 用蒙这个圣灵赐给他 医病的恩赐 哎呦 所以有人有智慧言语 有人有知识言语 有人有信心 有人有医病的恩赐 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恩赐啊 是圣灵所给的 那又有一个人能够行一人 又有一个人能做先知 那有一个人能够分辨诸灵 又有一个人能够说方言 又一个人 他说了方言还有人能翻呢 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 这一位灵 圣灵所运行的 他是随从自己的意思 就是圣灵的意思 登给个人的 他里面的感应 你是能够做先知的 你是能够行一人的 你是能够说方言的 是不一样的 像亚加布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是做先知的 对不对 他每一次出现就是讲了 这个会发生什么大事 而且都一定成就 不是说没人讲 一定有 可能还有别人讲 但是圣经特别提起 其他的意义 有大的意义 好 那就如身体 身子是一个 对不对 看我们这个身体上 却有许多的肢体 那肢体虽多 对不对 好多肢体 但是身体只有一个 对不对 基督也是如此 基督是一个身体的佛 我们不拘世犹太人 希腊人 心理人 或为奴的自主的 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的 所以我们这边 就要讲清楚 说明白 我们跟别人的差距 其实我们都是一位圣灵所做的 那个雅各阿民交给老师 这样我才能控制那个声音 现在没办法控制什么 好我们再继续 哇 这个身体啊 原不是一个肢体 是有许多的肢体的 好 那我们都是基督是这样子 也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不拘世犹太人 希腊人 为奴的自主的 都是从一位圣灵所受洗 成为一个身体 隐于一个灵啊 一位灵啊 所以我们都是隐于同一位灵的 所以我们里面的素质 内在的素质是一致的 我们都成了一个身体 虽然有许多肢体 却是只有一个身体 所以脚啊 假设说 摄洛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是属于身子吗 他就不能 他就 他不能因此 不能因为他这样说 他就不属于身子了 那摄洛耳朵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于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 就不属于身体了 倘若身体全部都是眼睛 那怎么听呢 倘若呢 全部都是耳朵 那怎么闻味呢 所以呢 如今啊 神是随着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啊 聚各安置在个人的 这个整个身体上 每一个肢体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们可能不太认识 有一位很有名的画家 叫恩典姊妹 杨恩典姊妹 在这个他刚出生的时候 因为是天生没有熟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天生没有熟 那怎么吃喝呢 而且啊 刚开始一生下的时候 就身体很弱小 哎呀 我这几年啊 每一次啊 到高雄 到六龟孤儿院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看他 去年的时候 我跟那个高雄的同工啊 去看他画展 他现在是一个全世界 很知名的画家 画得很漂亮哦 画得很漂亮 只是他的画 都不能随意的秀给大家 不然他很乐意 给我们看他的画的 那他是用脚来吃饭的 用脚来写字的 用脚来画画的 那你说 手画吃饭什么东西 应该都用手啊 但他没有手啊 所以他只好用脚 所以意思是啊 每一个肢体 如果你没有脚 你只能用手 用手走路 用手那个弄人 所以一个同一个肢体 他的功能可以是被扩大了 脚 我们以为只有走路的份 但是实际上我认识 这个恩典 我们跟他一起吃饭 他不会觉得我们 因为他他们对我们信赖 所以在我面前 他就是平常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就看到他怎么吃饭 哎呀我真的觉得很不简单 很不简单 那时候那个洋院长跟我提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一直为他们祷告 所以这几年下来 常常呢 时不时的把KUG的一些信息 分享给他 他们都很喜乐的 他们都非常喜乐 他算是台湾的名人啊 因为小时候啊 曾经他那个 这种很特别的情形啊 那时候蒋经国先生啊 然后特别很爱他 他变成那个邮局 然后那个邮局的那个什么邮票 所以这个事情故事很多 我到今天啊 我们看他长得成长了 俗意的 实在很爱他 然后也嫁给一位很好的弟兄 还生了很好的孩子 我真的很为他高兴 真的很为他高兴 然后所以我每一次看到 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我就讲到这个事情真的很 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啊 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啊 肢体虽多身体却是 一个不但如此啊 身体上啊 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你知道吗 我们身上啊 有什么肢体是觉得没什么用处啊 小指头 或是脚指头 那个最小的那个 好像没什么用处啊 功能不大 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 什么时候你那边啊 被碰到了你痛死了 你就知道说 哦那个那个何等的冲腰 何等的冲腰 因为他是在身体里面 一个肢体啊受了伤 整个身体都会痛苦的 所以身体上面的肢体啊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我们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 我们要越发给他加上体面 不俊美的 要越发给他得作俊美 你知道吗 这个很奇妙啊 你看那个清朝的那个宫中啊 那个皇后啊 穿的那个手指头都好长好长 每一只都有 你知道啊 越发体面 那个脚呢 鞋子啊 女人鞋子 男人鞋子很简单啊 没什么 那女人鞋子什么样的都有 高跟鞋 就是啊 越发给他加上体面 那不俊美的越发得多俊美 而我们俊美的肢体啊 用不着了 你看那个手啊 哎呀 这个你不需要什么体面啊 他就已经很俊美了 那但神啊 配搭着身体啊 真子啊 将加倍的体面 给那些有缺欠的肢体 好 免得啊身上啊 这个分门别类啊 觉得你比较重要 他比较不重要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在爱里面 没有这样的分别性 其实我最近啊 有一位老和尚 叫靖空 这个靖空老和尚过世啊 在7月份27号 我常常在网路上看到他的信息 因为他讲了好几次 讲到这个基督教的事 所以我就特别留意他 因为一般的佛教徒 他是不会那么尊重其他宗教的 他是很特别的一位 他不仅如此啊 他也读这个伊斯兰经 可兰经啊 那他也读圣经 虽然他的解释啊 我听起来都 距离还是蛮远的 就是 但是啊 八九不离十啊 就抓住神韵 你都搞不清楚真心 他基本上 以一个他根本不是这个基督徒的人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机相当不容易 所以啊 我最近啊 就是在看的时候啊 我就特别啊 有一个感受 就是啊 什么时候啊 我们基督徒啊 能够看得更远 看得更深 那比如说啊 这位老和尚 居然常常讲了神爱世人 呵呵 那他说 我也是爱世人啊 那神借着我来爱世人 这很好的事啊 等一下啊 来 基督兄啊 那个我现在正在教书啊 我等一下会 教完书我打给你 那你不客气 那这个啊 就是 免得啊 这个身体上 这个分门别类了 这个我是谁 我是什么 那我们就身体啊 鼻子就 就是那样 分裂了 分割了 你是保罗的 我是亚波罗的 我们总要啊 肢体啊 鼻子相对啊 不要这样子 其实啊 我最近啊 在思考这个 这个近空 所讲的很多话 其实说圣经里面的话 他讲的很多的源头啊 都是 就是啊 他说 本性是唯一啊 讲到这个 所有人都是义 本来就是啊 圣经里面讲 从一本造出万途的人嘛 只是我们的解释啊 用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 那个原则是很接近的 那他强调了很多的讲法 都是一般的基督徒不会接受 他提到他在这个澳洲的时候 到一个城市 那个小城 然后又没有一个佛教徒嘛 所以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佛教会啊 到那边的时候 他就要怎么融入那个社区 他就学习给 哎呀 其实他讲的 那个都是圣经的原则 你就是爱人嘛 那么慈濟啊 原先也是从这个基督徒 基督教里面 天主教里面呢 修牛池那些 孤儿院啊什么样的啊 很多都是啊 看起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回报的 完全没有回报的 就是给 那就在爱的里头被彰显出来 所以那边的这个澳洲的 明明都是基督徒多 但是却对他们 会有一种新的一个这个领受 反而慢慢的会相信他们 你知道吗 我自己个人呢 我是觉得哎呀 倘若真的有人呢 有这样的悟性 能够理解圣灵 我们还是应该在 照着神的接纳来接纳他们 所以我这一点上面 我倒是很相信 圣经里面讲的 绵羊和山羊的这个差别 他能不能没有信主的人 里面还是有差别的 因为里面有一些人 是在我困难的时候 给我一杯水的 给我吃给我喝的 那这些人根本还没信主 那搞不清楚 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个事 但是啊 在爱里面 他是可以做到这些事 这个顾惜那些软弱的 工作啊 服务啊 孤儿寡妇啊 那这样的人不少 但是不一定都是基督徒 你要了解喔 所以我觉得神在这段时间 让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光 看到怎么样 当然我们是一直强调的信 信是重要的 但也实在是 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觉得好像他们信的 跟我们不一样 但实际上在某一些的理念上 他信的是一致啊 我就非常惊讶 从他们口中所说出来的 有时候 哎呀 那个态度啊 虽然那个招牌啊 讲的不一样啊 只是想到活法啊 活血啊 但是那个 里面的含义啊 内涵啊 却讲的都是爱啊 超越的爱 超凡的爱 我就是也很感慨 基督徒 有那么好的东西 但是不会用 不一定活出 人家不是基督徒 但是人家活在那个当下 那你怎么办啊 你要怎么样来看待你 有时候啊 我是觉得我们要反省 那我们也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重新 一个谦卑的心 承认自己还是有满了罪 就是我昨天啊 这个母亲啊 在我陪她在那边运动的时候 我妈妈有时候很容易啊 就是想到这个 想到那个 我就跟她讲啊 我们现在啊 就是要有见证 就是要有见证 你在这个 马祖这个环境里面 全部都道教 佛教什么教的 他就没有什么基督的 那你要跟他们接触 你要跟他们得着他们 你不成为低旧啊 我们讲的低旧啊 就是究竟他们 那能够理解他们的难处 那你怎么得他们 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位 他进到雅典去 看到这么多偶像 他虽然令你激愤 但是他仍然怎么样 愿意按照他们的那个level 那他们的那个层次 来告诉他们 你们所信的 卫世之神 我今天告诉你 我们的神啊 乃是创造宇宙和万物的神啊 他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来服侍 好像自己缺少什么 你觉得对吗 哎呀 有道理有道理 你要在他们的那个level上面 那个层次上面 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 我这一段时间啊 我去拜访几个地方 那他们就跟我讲 我每一次写在那个网路上的信息 都是揪教的 哎呀 他们都觉得 跟我们信仰差好多啊 我说你们是什么信仰啊 他说我们都道教的啊 那个好像无法沟通啊 他说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而且就觉得我们好远啊 好像就是外国人一样 我每次讲出来的东西啊 在马祖这个地方 简直是外国人啊 所以我能够理解他们的难处 所以后来我说 那用什么方式 你们会觉得比较能够接受啊 他说我上次讲的啊 跳跳那个赞美操 跳跳那个什么广场舞啊 运动一下 这个倒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虽然这个很外表啊 很粗浅 但是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呀 后来我就想说 那这样也不错啊 至少有一个开始了嘛 你知道赞美操一个老姊妹 七十几岁才开始 我们有一段时间为了 为了早上 我们一起来就有一个赞美操 不是说 山西林三方面都要的能够平衡吗 我们有一段时间啊 每一天都有赞美操的 对不对 那一段时间我还觉得还不错 现在一开始就坐在这边 也觉得很可惜啊 有时候我都要自己站起来动一动 那我就说 如果你们能够接受这一点 那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啊 先从健康开始做手嘛 你就慢慢能够理解我 后来我就跑去山龙那边 然后陪着他们讲话 哎呀 他们愿意操练什么 我就陪着他们 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啊 可能啊 年纪还是比较大 年轻人不错啊 我说哎呀 这个不好意思啊 我离家 离这个故乡太久了 我不会讲马子话 不会 我们都会讲国语啊 我们都会讲普通话 那我就说好啊 那至少有一个交流 很开心啊 我昨天我们主日聚会啊 又来了几位 哎呀我就很开心了 在这个地方啊 常常得人 就是那个人的那个容器啊 好像成不一定 那么容易成装下来 但是昨天我们真的 教会都满了 然后就慢慢的一位一位带进来 然后昨天有一位是台大的一个学弟 他特别来到马祖啊 来寻找一些讯息 就是啊 他的那个论文题目啊 竟然是写 马祖的教会的发展史 哎哟 那我欢迎他 然后我跟他一讲 才知道他得救不到两年啊 在长老教会中 所以他有这个心思 因为碰到一些事 我说很好啊 这个神给你这样的带领很好 然后我就跟他讲圣经的事啊 因为一听就知道 他根本圣经都没有机会读过嘛 那你圣经没有机会读过 你就要写这样的论文 我就说那个压力很大哦 那我就告诉他 你起码要有什么样的认识 你来写这个论文 对你会比较好 然后我就跟他昨天花了一点时间 教会聚完会 我就陪他 告诉他圣经的结构 然后圣经的重点 哇讲完了他好高兴 然后我就说 这个有几本书你拿去用 你要起码就慢慢慢慢的 你就对整个的教会 跟教会的历史 跟现在的状态 教会的成长 整个的过程历史 背景全都稍微了解一下 他就得出很多帮助啊 弟兄姊妹 我们要这样子 神是要来搭配 配搭这个身子来 要把加倍的体验啊 给那个有欠缺的 有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情绪 他们现在就没办法接受 但神爱世人对不对 世人有没有包括这些 还在拜这个偶像的 还在那个道教里面的 佛教里面的人呢 世人也算啊 那你为什么不爱他们呢 我觉得好难爱啊 爱不来啊 这个家里面的人 还有啊 见到那基督教会 破口大骂的朋友 那那你怎么办呢 啊 我觉得这个主就跟我讲 你如果不能接纳他们 你就休想让他们接纳你 接纳我们的信仰 我现在发现啊 那些这个明朝的时候 清朝的时候啊 那个传教士来到中国 是这么卑微的来服侍 虽然有些啊 是从这个 从上到下的 比如说这个立马斗 他就是直接得了好多 徐光旗这些官员啊 然后代他们信了主 对不对 这不简单啊 上行下校 那也有像什么 戴德森这样呢 直接到那最困苦的地方 他不需要有什么大学问家 他就是从古城 然后慢慢活动中 然后带领人来 叫人感动 叫人受阻 受阻装备啊 这也都有 但是都不太容易 那我们QG的话 我想到了很多啊 这个神国拓张啊 他必须要有的行动 他必须要有的过程 那为什么会想到 就是从这个 使徒行传就看到了 使徒行传的工作上面 保罗面对这个 怪邦的这个情形 他先是怎么样做 一定到他塑藏的方式 先到那个犹太的会堂去 为什么这样子呢 然后面呢 他因为犹太人 他一半先接受 一半不接受嘛 不接受 然后就说我们要转到 外邦人那边去啦 对不对 他有程序的 他也知道他要怎么做的 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 我觉得在福音的 广传的过程中 这个带领的人 一定要与神啊同行 一定要与神之一 一个国家的这个治理啊 也都是不简单 然后那个 我最近从那个靖空那边 也学到不少东西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 彼此相学相爱 我们不是说 我们把丢弃了我们的信仰 恰恰相反 我现在发现啊 从这个佛教徒 那个真正的高僧 从他们所讲的这个通理中 发现了有一些东西 是根本就是 教会里面应该懂的事情 而我们没讲过 为什么 经历不足啊 经历不足啊 他们在这个 中国的传统文化下 数千年的这个历史传承 他讲到这个 像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 那个周朝要打败 下商周嘛 商周嘛 然后就讲到那个周武王 因为他太快的过世 他就为了孩子能啊 设立三宫 三师啊 三太 怎么样 太保太父太师 然后我自己听一下 我就很有道理啊 他是怎么讲的一个国王 国居然因为 陈王那时候才十岁就要登记 那怎么办呢 他的叔叔们都比他大 周文王 周公 就是他叔叔啊 那要怎么办呢 周武王要怎么做呢 还有他们设立的太保 是照顾他们健康身体的强壮 不然一下子夭折 太父 就是教导他的伦理道德的 像那个周礼啊 周公所写的周礼 太师 像姜子牙这种 就是在教导他的一些执政 这个实际的经验执政之道 哎呦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数千年以来 整个中国的王室贵族啊 基本上 他们都有这个太保太师 太父皇 都没有庭啊 事实上是这样子 一直有 而到了清朝都坏了 那他还位 就是不是一个位子 不是一个名称 但是那个 那个function的功能心自在 为什么 一个人啊 缺了这方面的一个consulting 就是一个顾问啊 或者是扶持 或者是来帮助你 纠正你 然后我们生活啊 常常啊 身体都不好好保养的 都不好好顾息的 这个健康都不好好注意的 那死而早怎么服侍神呢 对不对 尤其我们现在要讲那个 猎王祭的时候 我又回复到曾经的 我们这个都一起走过的路 从这个扫罗 大卫 这个在撒末尔记都讲完了 然后后来进入了 所罗门王后面的这个南北王 通通都在六王级里面 他们每一个王 我们与这些 这个怎么学习 你知道 有一些就好啊 有一些 故事不行啊 为什么呢 一定跟学习有关嘛 人之初心冷善 信相信 习相远 这习信造成这个人的很多困扰 其实这些原则和这些 讲法 不是跟圣经里面讲法一样吗 我觉得这样子 我就这段时间 就在听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主啊 这个真理啊 是不变的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宗教环境 但那个如果是真理 它就是真理 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也蛮开心 其实也蛮难得的看到 虽然不同教会的角度 从他们所认识的 或者是不同宗教的 从他们所认识的 某些环节上面 我们可以实在是 能够拿到更多的集体 也只是自己基地啊 自己知道应该要怎么行呢 所以啊 你们是基督的肢体啊 你们是基督的身体 彼此互相各自做肢体的 所以本来就是神能 可以从异本造出万族的人 那万族的人 有没有包括这些佛教徒 有没有包括这些道教徒啊 都有嘛 还有那些不信主的 无神论的也有嘛 对不对 怎么爱呢 怎么爱 那样才能爱得起 光是指责 光是那边讨伐 光是那边拿着这个笔头 然后这个骂人家 这个会带人吗 哎呀真的 我后来想一想 神爱我们的时候 都是用尽了各样的忍耐 我们自己一点都不可爱 神都这样爱我们 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 怜悯我们 在爱人如己这件事情上 要求真正的苦果 哎呀我说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但是我现在看一看 好多的事情 我都有一个深切的体会 深切的体会 好了 那十二章二十八节 很有意思啊 跟这个Efficient 以佛所说 这个就很接近了 神在教会里面 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其次是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治理式的 说方言的 来 他所设立的 有次序哦 第一是什么 使徒 第二是什么 先知 在以佛所说的那边 第三是什么 传福音者 第四才是牧师和教师 牧人和教师 好 所以传福音的这一部分 他没有特意想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传评吧 那么再其次 就在后面还有 行义能的 医病感鬼的 医病得恩赐的 帮助人的治理事物的 你看啊 我们为什么要有七个指示 帮忙治理啊 因为有一些事情 我们真的 使徒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才处理得好吗 说方言的 对不对 这都是神所赐的恩赐啊 其都是使徒吗 其都是先知吗 其都是教师吗 其都是行义能的吗 其都是得着恩赐 来医病的吗 其都是说方言吗 其都是翻方言的吗 但你们要切切的求 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就把那最妙的道指示 给你们 诶 有恩赐哦 不同的恩赐哦 但是那更大的恩赐 却是什么 我跟你讲啊 十三章 他就接续讲了 他说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和天使的欲化如 我却没有爱 我有恩赐说方言 我有恩赐说千子的语言 我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法义班啊 我倘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且有全辈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你看啊 很有能力啊 却没有爱 我就什么都不算 我算不得什么呢 所以爱很重要啊 哦 我若将我所有的都中继穷人 又舍起身啊 叫人焚烧了 却没有爱 这种情况很少 你周期穷人的出发点是什么 是民生还是爱 仍然于我是无异的啊 所以最妙的路就是在爱中 周期所有的事情 你知道哦 为什么老师这一段时间 然后看到那个金银空格上的事情 我反而觉得 要用爱来爱这些事 真的 我真 以前我没办法讲这话 我觉得我爱不了嘛 那个信仰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都会这样想 我现在突然之间觉得他们是可爱的 你如果要爱人 你不觉得人可爱 你怎么爱啊 假装的爱 那不叫是真爱啊 然后我现在就能够 增赏他们的一些事情 你在增赏人的角度上 然后陪同他们走一段 你才能够真正叫人家受洗你的心 那我看过他写的 公读哦 他写公读可兰经的读者感言 公读可兰经 那他是佛教徒 他公读可兰经干什么 他认识可兰经 认识伊斯兰 认识他们 然后并且能够认定 其实他们所传讲的 阿拉就是那个独一无二 其实跟佛学里面所讲的 那个永远的那一个本性 是一致的 虽然他们那个讲法上有点出乎 这个我很清楚知道 他们讲的内容好像是 但是却不是完全是 但是那并不影响 他能够理解我们的一些 可以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 只是每一个人理解程度 从荣耀到荣耀嘛 你刚刚得救 你怎么可能比那个 已经信主要数十年的 生命的经历都有的那些 老弟兄姊妹 你不太可能了 对不对 我们虽然也强调这种信是得救救必得救的 这种道理 就好像禅宗一样 一念自杀 他讲得很好 他说那个慧能 慧能 一天的道都没有听过 他天天都是在那个 在那个外面聪明啊 做的都是杂事啊 他怎么会有道呢 道心很奇妙的 但是他听到这个话语啊 马上你心灵手会完全唱歌 其实这个不是跟我们的信是一样的 你是外邦人 你根本就不懂神 你了解什么究竟 这些圣经吗 你根本不懂 但是你却因此信就得救了 你不觉得这个使徒行政里面 看到好多这种例证呢 吕尼亚 那拜登看着保罗和那个使徒们 他们讲什么他就走 专心一致的听 听了就把他和他的全家都带得救了 就是信本身就可以转变一个人了 非常快速的 其实我们当中那个道理很接近 只是我们在想的时候 我们所着重的是 从圣经的角度所记载的角度 和我们用我们习惯的言语去讲 我们讲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神 我们就马上知道什么意思 你跟那个佛教徒讲了 就是他他只会阿弥陀佛 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讲 对不对 但并不影响他认识我们那个 那个本质阿 那个significance 那个本质的意义 他是可以理解的 好 比如说 我将所有一切都捉迹求人阿 哎呀我都舍身叫人焚烧了耶 没有爱 对人没有爱心阿 对人没有那种关怀阿 对人没有真正的那种 与我无意嘛 昨天晚上我跟实际银行的同工阿 也在交通 那我就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我也挂念 我就问问他们 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们现在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问他们 哎呀 我们不太高兴 可是发生什么事啊 原来他好多话都埋在心里面 没讲闷着 那我就赶快跟他劝导 也跟他说道歉 有时候我们太忙了 顾这顾那也没有办法 什么都不到 然后后来 因着我们的爱 对方就知道 我们没有任何的故意的心 他其实本来就知道了 他也知道我们是忙得要死 很多事情 我们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经费去做 但是他们对我们的那个彼此之间的 那个借着爱被建造起来 这很有意义喔 好后面就讲到爱的定义了 爱是什么 前面讲的最大的恩赐 乃是在于后面是讲到爱的事情 好那爱的定义是什么呢 好我告诉你们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节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啊 爱是凡事 包容凡事 相信凡事 盼望凡事 能耐爱是用不止息啊 弟兄姊妹 先知讲道的时候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也终必停止啊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其实也很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了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兄姊妹 只有爱是永不止息啊 我做孩子的时候 我讲话就是说话语就像孩子一样嘛 我心思就像孩子一样的心思 我意念就像孩子一样嘛 既成了人就把孩子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的 好像猜明一样 但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了 我们如今所知道的很有限 对不对 但到那时候就全然知道了 就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 如今长存的 长存的哦 永不止息啊 有信 有望 有爱 但其中最大的乃是爱 阿们 有时候 这个部分很好 信望爱最重要的是爱 最大的 他是说最大的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反过来讲 但信是最先的 你借着信 你能够进入这个盼望 你能够进入这样的爱 所以这边讲到 讲到信望爱的时候 同时也反映了 贴桑林教教会他们在信心的工作 爱心的劳苦 并盼望中的忍耐 对不对 一样 希望爱 最大的乃是爱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继续 因为他一直到14章 我们一口气讲完 我再讲细节 那这样对弟兄姊妹 对哥林多前书的理解 还有保罗在第三次 小矮西亚福音传扬到 李佛所的时候 写下哥林多前书的 整个的里面的内涵 他在 人是在小矮西亚 写信的对象是以哥林多 而且他写出来的内容是关于这些爱的事 很奇妙啊 这表示什么 那是很重要 弟兄姊妹 14章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羡慕 属灵的恩赐 没问题 属灵的恩赐 也是应该要羡慕 你们不要说 只要追求爱 什么都不做了 其中更要羡慕的是 很特别 是做什么 先知讲道 Prophesying 就是为神说话的意思 把神说出来 把神说进人里面 做圣言者 为神说话 这样的人 是你们追求爱 是因为爱是最大的 借着爱能够消灭万有 然后借着爱能做一些 所有的工作都变得有利益 真理 叫人家能够领受吗 很多事情还是因为领受而得着的 那说方言的并不是对人说的 乃是对神说的 因为人听不懂嘛 人听没有人听得出来嘛 然而他心淋漓却是在说各样的奥秘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说方言 老师很多次 然后常常在灵里面说了方言 那我也不是针对很多人说的 我就是自己一个人 我母亲特别是神 她知道从小就在那个方言里面来祷告 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同样的服侍神 同样的爱神 我就从小就觉得我妈的那个灵 就是特别强 特别强 那这个但做先知讲道的呢 是对人说的 你知道吗 这方言是心里面所传讲的各种奥秘 神圣的奥秘 但是对自己说的 对神说的 不是对人说的 你对人说要怎么说啊 要用先知讲道 要用人家听得懂的话 要造就人 安慰人 劝勉人 因为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嘛 你自己懂 别人不一定啊 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 阿们 我愿你们都说方言哦 我不是叫你们不要说 更愿意做先知讲道啊 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 为什么呢 做先知讲道 能够造就教会啊 因为啊 如果你们只是在说方言 不翻出来 教会就没办法被造就 你知道吗 那先知讲道呢 就比他强了 他有强弱之分哦 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 哎呦 我会这个恩资就很棒了 我其他的不懂无所谓 我后来发现啊 你看啊 那个在教会里面 好多的事情啊 服事 每一个组织聚会 哎 弟兄姊妹来了 那厕所要被清洗啊 要不要打扫啊 那饭食服事 要没有人要去做啊 那个桌椅啊 全部都收起来 地药草一草 那要人扫啊 要人排桌椅 对不对 所有这些事情 你愿意去做就是恩赐 你有这个恩赐 能够做这件事 对不对 但有一件事 你就算你想做 你都不一定做得出来 什么事 做先知讲道的事 你愿意为神说话 你愿意把神说出来 你愿意把神说进人的理念 请问你 你平常没有下功夫 你平常没有跟主儿 建立良好的关系 你到主日聚会 你要搬桌椅很容易 你要去那边掃垃圾也很容易 你要接待人也都不难 你要来为神说话 我跟你讲难得要命 为什么 不知道要说什么 还会乱说 对不对 浑游向外了 一站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是经过太多年了 我现在就发现 因为这样的一个连结 理解 我知道那个教会 他们没有什么叫牧师 但我不怕 我就爱他们就好 需要我帮忙我就去帮忙 不需要我 就让他们自己年轻人去做 也很好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有一种 被割舍 被轻视 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 就是看到一个基督人身体 能够真正的被彰显出来 即便是年幼的人讲了神的话 他也是在讲神的话 讲了跑跑链啊 一个小孩子站起来说 主啊我爱你 很受人激励的你知道吗 很激励很大家的 虽然他讲的没什么 有一位 矿工 这个是 在那个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 他会受神的引领 他知道要传徒 他知道这个人如果不传徒 最有货的要下地狱 要怎么样 他们很 哎呀 主啊怎么办呢 他迷一迷满了激情 我也想着的话 他上到那个 上到那个台上面 去讲话的时候 一句都讲不出来 就看着所有人 成百上千的 他就哭出来了 主啊救他们 什么都不讲 跪在那边一直祷告 他不是在做 其实一直讲到吗 他也是 虽然讲的不多 但是那个造就人啊 很多人就这样得救了 他在爱里面为他们祷告 跪下来 整个复兴到一个程度 哇 几乎没有人不信主的 所以他们那边的警察很好看 没什么犯罪的 没什么犯罪率 但是各个都出来传兵 各个都在火基督险达基督 你看这个才是 整个社会应该有的样貌 我很久没有听到类似这样的教导 以前曾经啊 在刚开始的时候 还看一些福音故事 造就故事 还要看到这些事情 觉得蛮稀奇的 现在已经好像觉得 好多事情都被习以为常了 又为什么 进入了整个网络的时代 我们年轻的时候哪有网络啊 弟兄姊妹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哪有网络啊 现在什么东西 这些资讯全部都 撒满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根本连丢都丢不掉 所以我老师真的有很深的感慨 这个金空和尚啊 他五十几年没看过电视 没有看过任何的报章杂志 什么通通不看 他就是读他的词 他的这个基点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那种很纯的东西 哎呀我都没办法 我的环境要上面 太多了 我现在又用这个网络来教导人 但是后来他发现了 他其实他教导人也是透过自己 谁能在周一能复周 这个媒体啊本身 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啊 你传讲的 他只是媒介 他传讲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的 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啊 所方言 当然是造就自己 但做先知讲道 造就教会 懂吗 所以造就教会的这件事 你要看清楚 使教会被造就 那么做先知讲道 自然就比那个说方言的强 因为方言不翻出来 他根本就不懂 弟兄们啊 倘若我到你们那里去 只说方言 我会讲希伯来语 你们只会听希腊话 不用启示 不用知识 也不用 或者只说方言 不用启示 这个 或知识 或语 或教训 给你们讲解 我以为你们有 有什么合 有什么技术啊 我只用方言跟你们讲 我讲的任何一句话 你都听了 没有一句话听得懂 好 比如说 老师从现在开始用音来讲 我噼里啪啦讲一圈了 讲完了以后 哎呀 我讲的内容很好啊 哎呀 非常属灵啊 非常能够得着人心啊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都不翻出来 对你们有什么意义呢 就很好 所以是那些有生 武器的物 比如说肖啊 或琴啊 如果发出来的声音 没有分别的话 怎么知道 所吹的 所谈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要发出来 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声音啊 如果大家都吹 无定的号称 谁能够预备打仗呢 你们这边也吹 那边也吹 我到底听谁呢 你们也是这样啊 舌头 容易明白的话 怎么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 甚至就是像空气说话 事实上的声音很多很多啊 声音 很多声音啊 却没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声音 你知道吗 虫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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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也有声音啊 教导的 我也以它为话为止 所以小时候啊 这个国民党政府啊 台湾啊 老师啊 教导 要起说国语 说方言是不好的 所以 我们大家 就觉得说方言是那个很低级的 很不舒服的 而且啊 是说方言要被打的 被老师斗的 但是从小就没有去学过方言 就觉得学方言很丢脸 这个很不好 因为讲的都是骂人的话 三字经什么都用方言讲 我确实很低俗的感觉 现在长大了 哎呦我的天啊 这发现自己从小没有去学 真的是浪费啊 真是可惜 我现在是想到这个 马主任啊 我明明就可以用他们的语言来说 说他们明白的话 为什么我就小时候不学呢 就因为不学就造成今天呢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尴尬 很尴尬 这个人已经在这边呢 当然就要传两福音啊 是不知道怎么传啊 讲不出去 说不明白 所以现在就是用什么 赞美超 带着大家运动 然后在那个潜移默化之后 带着你 你今天要懂过语的 我就可以跟你讲多一点 就这样 一点一点来也不及了 我相信神有神的能力 他们现在把我当了好像画外之人 不是这个画外之人 就是我们这些文化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文化以外的人 他们都这样翻也很好 就是被中国跟他们 不是在同一类的 讲不来啊 他们那个彼此啊 动不动就那个 道教什么什么的仪式 就要拜这个拜那个 我怎么可能去参加 他们那个喝酒吃饭 那个讲的东西都乱七八糟的 我怎么可能去做 久而久之就跟他们 就是没有任何交集了 你们也是如此啊 即使借慕属灵的恩赐 你都是借慕嘛 对不对 你愿意也有恩赐 但是这个恩赐 要来造就教会啊 你就应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比如说做先知讲道 懂吗 为神说话 把神说出来 把神说进来的理念 像老师这个每一天早上的这个 你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啊 我告诉你十年九年 你就知道差距很大 因为我们每一篇 每一夜 我们没有一句话是 这个随便跳过去的 我们就是规规矩矩的走 规规矩矩的一直往前 我们把这个 当然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人过日子嘛 这就是我们今天 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而且是头一部分 我把最好的头十分之一 献上给神 我的时间的十分之一 这个头一个两个半小时 我愿意交过给神 很美啊 很美 我今天早上从五点二十到现在 都八点了 我已经超过两个小时了 那中间有一个这个师哥的时间了 所以 弟兄姊妹 能够的话 你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为神说话 把神说出来 把神说进来 你也不要都是 哎这些都是牧师他们才会的 我是没办法 我很欣赏金牧师你知道吗 金牧师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啊 愿意来扶持人 来为神说话 他扶持那个 赞美 百家太明明 都是啊 教会人很多的机会 都让这些同工去操练 那个雅各 都很好的 你知道吗 我就恨不得更多人 心起来来说这一次 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已经都学会了 你就用同样的方式去传福音造就人嘛 现在的话我就觉得增加了很多 虽然周一到周五 老师还是早上的时间这样子来做 在周末的时候 你们都开始用这个同样的管道 来传福音给别人啊 传讲神的话语啊 照彼此啊 不是很好的事吗 你完全不受疫情的影响 而且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近 有没有 今天早上啊 有一位姊妹 年纪轻轻的 刚刚生两个孩子 就为了主的缘故 跑到东地问去那边传福音了 他如果是他一个人 他跟我们讲啊 今天那边的昨天的主日聚会 才十个人 在他们家耶 才十个人 那就是本地没人嘛 这很孤单寂寞的 很不容易 但是他现在有我们这个团队 每天早上我们就起来 一起来追求做的话 也彼此带倒啊 那他就被造就了 他被造就了 他去造就别人就容易了嘛 对不对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能够翻出来 我如果是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在祷告 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谁听不懂 这却怎么样 我告诉弟兄姊妹啊 你也不要去阻挡谁 我要用灵祷告 要用悟性祷告 我要用灵唱歌 我要悟性唱歌 我有一段时间啊 在文学基因会在美国的啊 我常常在我们的办公室 在那边 弱大的一个空间里面 唱十个还充满整地 然后有一些兄姊妹啊 愿意来的话 外国人啊 我就跟他们唱 一起啊 用灵歌领导 来赞美性 哎呀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是在地如同在天 我们自己都很受到感动 虽然不是啊 对整个教会的传讲 但是那个灵里面的感动 是非常清晰的 不然你用灵祝泄的时候 在座不同方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话 只能在你感谢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说阿们呢 你要用灵祝祷 祝泄的时候 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他怎么阿们你啊 你在感谢神 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 那个别人就阿们 但是你讲了半天 没有听得懂 你感谢固然是好的 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我感谢神啊 坦白讲 我说的方言 比你们众人还要多 我就觉得 我就惊讶了 这个是保罗耶 保罗说的方言 比我们众人多 怎么回事啊 保罗他是 对犹太人而讲 他是希伯来人 而且是遍阳民族的 犹太人中的犹太人 很好 对不对 这不错 可以接受 他讲的话是犹太化 希伯来语 那他在外邦的时候 讲的话通通都是Greek 都是希腊文啊 两个差距很大的 保罗在对外邦的这个 哥林多人说 我说的方言 比你们众人多多 我平常就是 常常用Hebrew来讲话 你们说很多吗 你们根本不可能多很多嘛 对不对 是舌音而已吗 啰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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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啰啰啰啰啰啰啥�啰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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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绝对不可能 只是这样 他一定是能够造就人的话 他一定是能够造就人的话 像那个对尸 这个彼得 押得在一开始的时候 18处的地方 都能够进入主力的话 那是一定是造就人的话 但是教会中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虽然说的 方言比你们有多多了 但是啊 在教会里面啊 我宁可用悟性说 五句教导人话 即便只有一句 两句五句 五句都好啊 强人如果说了万句的方言 你们没有一句听得懂 阿们 金牧师会讲温州话 他也是在讲话 是在讲神的道 但是他用温州话跟我们大家讲 讲了万句 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 是不是 所以他必须要将就我们 用国语普通话来讲 用普通话来讲五句都很好 金牧师不是那种很能够讲道的人 但是他那个灵里面的灵里面非常火热 为人的祷告是非常非常深的 你们不会觉得每一次听到金牧师的祷告 你们就觉得灵里受激励吗 这个讲五句教导人的这样用悟性讲的话 他就能够帮助很多很多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啊 在心智上不要做小财了啦 然后在恶事上我们要做孩子我们不懂 在心智上我们总要做大人啊 阿们 所以律法说是这样记得 主说我们要用外邦人的舌头 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 虽然如此啊 这些人即便我用他们的言语向他们说话 他们还是不听从的啊 主说的啊 这边不是用希伯来文 是用希腊文向他们说话 说了半天他们不一定听从的啊 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了信的人做证据的 听清楚喔 乃是为了不信的人 什么意思 那对外邦人用外邦的言语就是方言嘛 为了这些不信的人 我要告诉你 我已经把这个主的话已经告诉你了 我该传讲的我都传讲了 我如果没传讲是我的错 我传讲了你不信是你的罪 懂我的意思吗 说先知讲不是为了不信的人做证据的 听懂喔 乃是为敬的人啦 这句话就很好用 什么意思啊 你到了这个 比如说说到马祖 你要用马祖话去传扬福音 这边那个老一辈啊 通通都是这样的 年轻都会讲文语啊 普通话都是会讲的 但是老一辈子真的 你只能用他们的语言 不然就讲不出话来了 我每天经过我跟我妈去 我们会配搭 她跟别人讲话 我等她翻了 很好玩 我用外邦的言语 对外邦人说话 要翻出来了 这样看来说方言 是为了那些不信的人的方言 好叫他们知道我曾经讲过 对不对 做证据的 那做先知讲道 那是为了那个信的人 然后做证据 好叫你们听见心的话 你已经听懂了 所以当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 如果倘若我们大家都在说方言 偶然有一些人不通这个方言的 跑进来啊 或是不信的人跑进来啊 岂不是说你们都疯狂了吗 你们都疯了疯子一堆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有有有有 我小时候跟我妈去他们的教会 我小时候跟我妈去他们的教会 他们教会常常都是 全部人说方言 这个而且很长喔 不是一分钟就结束了 但是三十分钟都不一定结束 那个如果新人进来了 那不是就觉得奇怪了吗 那你们这些人都疯子啊 癫狂了嘛 就这样的感觉 倘若呢都做先知讲道 倘若有一些人不信 对不对 不同方言的人进来 哎 没关系 我是在做先知讲道 我翻译给你听 我要把神的话寄到你们里面 就被众人所劝醒啊 被众人所查明啊 的的确确 我们已经把神的道都告诉你们了 你心里面的隐情就显露出来了 你就会将脸浮于地啊 敬拜神说 哎呀神真的是在我们中间啊 听得懂吗 有时候啊 我们在讲一些话 一些道的时候 人的隐情就在我们的道中被揭露 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 我就听出来了 我刚才讲的那一篇道的里面 某一些话打动了他 或者某一些话扎了他的心 他真的是发现我就是这样子的败方 他被神所光照 不是因为我们讲的很了不起的话 乃是用先知讲道 将人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了 所以那个人必将脸浮于地 向神敬拜 说神真是在我们中间 我们居然把他们多年的累积的问题 他一下子就点过了 弟兄们这样怎么样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应该怎么聚会 来仔细听 你们或个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你们聚会就是为了造就人 你们聚会的时候有诗歌造就人 有教训造就人 有启示造就人 有方言造就人 但是有翻出来的话也是为了造就人 阿们 倘若有人说方言 只好两个人 或最多三个人 你们自己说 轮流说 一个一个来 你们会为什么 要一个人翻译出来嘛 那如果没有翻 没有人能够帮你翻译 你在会中闭头 你只对自己说就好 你只对神说就可以了 懂吗 没人帮你翻 没人知道你在干嘛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 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来讲 其余的就应该学习怎么样 圣思明辨 到底讲的是不是出于神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按照神的真理 讲的 圣思明辨 不要人家一讲你就听了 我前阵子有一位弟兄 他就觉得 牧师啊 我有一些东西 我不太懂 这个 里面觉得怪怪 但是又不知道他是什么 就翻过来给我看 我 一看完我马上就讲 我说这个一定是东方闪电 你就看都不要看 圣思明辨 马上就知道 很多的事情 你一看你就知道他们那个节点是在哪里 哪一些地方有问题 哎呀求主赢了 这些啊 我当然求主啊 帮助他们回归 也许是误解 也许是怎样 但是求神啊 帮助这些人啊 从那个走向正道啊 阿们 倘若那个旁边坐着的人啊 他得了启示 对不对 那先说话就不要说话了 让这个得启示的人先讲话 可不可以啊 哎呦我刚才在听这个 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我突然神给我一个什么 特别重要的启示 我说出来 当我说的时候 那先说话的人 你不要说嘛 因为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 听清楚 重复一次 你们都可以 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 听懂啊 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个牧师可以 不 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的做先知 叫众人学道理啊 叫众人的劝勉啊 阿们 我很感恩 我这几年 从来没有放弃这样的教导 虽然核心的讲源啊 我自己本身 因为我是老师 我必须要教导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你们的训练 我每一天讲完以后 我一定叫你们来过来分享 你若是跟上了 这个分享的这个题字 你每一次的分享里面 你都有份 我跟你讲 你离主的道不远 你能够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 你能够一个一个的叫众人 学习真理 你能够一个一个的叫人得着劝勉 这个都是啊 你要学习这件事 而且呢 先知的灵 是顺服先知的 当先知要为神说话 圣灵是会顺服的 阿们 因为神 是不是叫人混乱的 你讲你的 他讲道的 乃是叫人安心 阿们 好 后面的话有一段话 是当初的特殊的状况 这个妇女啊 在会中啊 总要闭口不言 就像圣徒的 宗教会一样 都不要说 为什么 因为是不准许她们说话 她们总要学习 顺服如同 法律法书上面所说的 她们倘若要学什么呢 可以在家里面问自己 要丈夫啊 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 原是可耻的 为什么 没有蒙头的概念 没有蒙头的概念 没有让主说话 主才是我们的真丈夫 她来说 我们来听从 神的道理 其实从你们出来的吗 不是吧 其实丹宁到你们的吗 当然也不是 好 我觉得保罗写的这一段 如果用现今的社会的情势 觉得好像对姊妹特别严格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用这种角度来去看 这严格是不是对整个教会都是严格的 听懂吗 教会都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都本来就应该要顺服在基督底下 主教主说什么我们就得听 从而还有什么假的呢 主说什么教会得听 那你丈夫说什么你就是不听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懂我的意思吗 哎呀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 我写给你的是主的命令 不是我的命令啊 是神就是这样子来操作 神就是这样子来分配的 神叫你成为男人 神叫你成为女人 都有他的原因嘛 阿们 这是主的命令 如果有人不知道 就由他不知道吧 他还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不知道就算了 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我弟兄们啊 你们勿要切勿先做什么样 做先知讲道事 切勿这件事 所以你必须要追求主的话 所以你必须要天天聆听神的声音 你每天早上来这边 听牧师的这件讲道 其实你就是得着这一份 切勿做先知讲道 有些人只听就走了 都没有操练 其实我不太建议的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即便这一句话 为神说了 你那天也是很有价值 我是盼望每一天 我们讲完的道以后 你至少拿一句话 在你生活中 对人讲或对自己讲都好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好不好 切勿做先知讲道就对了 不要禁止人家要不要说方言 凡是记住 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我觉得每一个王朝 更替的时候都是没有按规矩形 每一个王朝在最糟的时候 亡国的时候 都是这个国家失去了规矩 失去了方针 失去了整个右肌的连结 个人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就是真正的毛病 好 刚才我特别想到的 管制的名字 圣灵的表现 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 身体的构成 好 我大概简单的 再给你们review一下 我们就要订了 因为有十二十三十四 三章的经文 非常多 弟兄们啊 管制的事情是关于属灵的恩赐 你们都要了解 在神的里面说话的 他一定是被管制的 不会有人会说受咒主耶稣 如果不在圣灵里头 也没有人能够说主耶稣的 好不好 所以无论何时都不论 受到怎么样带领 你们在做外方的时候去拜偶像 这是你们以前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接受圣灵的管制 所以我们会听主耶稣的话 好 但那灵的表现 恩赐虽有分别灵是一位 执事虽有分别主是一位 功效能力有分别神是一位 而且这一个三一神呢 是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所以那圣灵的表现呢 就彰显给个人 叫个人得益处 得智慧言语 知识言语 得信心 得异病的恩赐 得行 得行 为神说话做先知 讲道 然后能够辨别诸灵 能够说不同的方言 能够分方 都是在同一个 同一的灵里面 运行出来 按照他的定义 分刺给个人 好 那这一个事情 讲完以后 你要知道 我们怎么对付恩赐 要了解 恩赐就好像一个身体上 有许多我们的肢体 身体只有一个 肢体多 我们都隐于一位灵 在一个身体里面 在灵里受尽 归足的 那我们肢体是不可或约的 你不能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是属于身体 脚说的 我不是眼 耳朵说 所以我就不属于 不可能 肢体虽多 身体是一位 眼不能对手说 我不需要你 头也不能对手说 我不需要你 身体上 这个软弱的 更需要被调和 被怎么样 加上更丰盈的体面 只要让它更俱美 免得身体上有分裂 所以所有的肢体 都必须要学习 彼此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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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肢体受苦 全身体都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 全肢体都欢乐 明明就是基督身体 并且彼此各个互相做肢体 好 那么关于恩赐的设立 在教会中 他是使徒 第一使徒 第二是什么 先知 第三是什么 教师 第四呢 情义能的 再次呢 第五就是 得恩赐 是一定的 帮助治理的 说方言的 就是其次 不是都一样 没有人都会一样的 但能够切募更大的恩赐 是你们总要切募的 那我把极超越的路 是给你们看 这极超越的路 就是在爱里面 就是为着运用恩赐 我们操练了我们的爱 免得我们做的一切 好像很有恩赐的事 没有爱 说方言 没有爱成了明的灵 想的法 有先知恩 讲道恩赐 也明白一切道理 没有爱 我就不算什么 我分配给人家 有恩赐 分配给人家 有爱心 奉献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依 所以爱的第一是什么 爱是很久的忍耐 又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 不张狂 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不合一的事 只求不愁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义 不义 欢乐 与真理同欢乐的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的意思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这就是爱 而爱是永不败落的 爱是超越的 爱是不会停止的 做先知讲道都还会有 最终 忠必归于无用 方言也一样 所有一切恩赐知识也一样 都是局部性的 但是那完全的来的时候 局部的都要变成无用了 所以 长存的只有三个 就是性 旺 爱 好听清楚 所有的一些恩赐都很好 都是现今的事 暂时性的 做完了没了 时候到了 这些东西会过去 我以前从小 已经在国民党教育长大 哎呀 就是那个环境 就爱中国 爱中国文化 这个都没问题 但是呢 这个什么 独一的领袖啊 什么样的 那个喊的口号很多了 结果到了后来 什么2228事变 什么这个民进党一起来 啪 以前所有的 以为正确的东西 现在都是错的 哈哈哈哈 就在我们这一世代 就整个小时候 所建立的那个观念 全部都被打碎了 你知道吗 全部都打碎了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 有爱呀 最大的乃是爱呀 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 用极尽超越的路 借着爱来运用文字 我做任何事 如果不在爱中 就不行了 如果在爱中所做的 就会永不败落 阿们 好 那么 这个 借着这些 急着追求爱呀 能够在爱中做事情 很好 但是在十四章的时候 特别跟你讲已经是 你这个追求爱 是永不惯落的 是非常好的 所有的东西都要有爱 这是极超越的路 很好 这个都没问题 但我劝告你们 更要切勿属灵的恩赐 什么 就是要切勿先知讲道的恩赐 能够为神说话 把神说出来 把神说紧的恩赐 就像是主日讲台的 这个恩赐是最重要的 他的的确确是讲 最大的乃是爱 但是他说 要切勿属灵的恩赐 尤其是切勿先知讲道的恩赐 你的方言 你的做什么事情都很好 没有爱当然都没有 但是即便是怎么样 有爱 但是你说方言没翻出来啊 就没办法有造就 所以说方言是建造自己 有先知讲道 确实建造教会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但是我更愿意你们来为神说话 把神说出来 把神说进人里面 叫教会得着建造 所以我弟兄们啊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当中啊 如果只说方言会有发生什么事 就把人都不知道插好了 人家不知道怎么样被建造起来 因为完全不明白你意思 所以你们要渴慕圣灵的工作 也要为了教会的建造 寻求得以朝远的路 用什么先知讲道的方式 让整个教会能够被造就起来 所以在教会中我宁可用我的心思说五句话 教导人用悟性啊 强于用方言说万句话 所以弟兄姊妹啊 你们要多更多的群人啊 因为在灵悟的事上不要做孩子啊 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啊 不太懂 但是在这个什么灵悟的事情上面要成熟 然后要用一方人外方人的嘴唇啊 向着百姓说话 就算说的他们都还不一定听了 何况是用方言说的 所以方言不是啊 给这个信的人做这个 做表记的 做这个证据的 还是给那个信的 懂吗 因为啊 先知讲到不是给不信的做表记 做证据 那是给那个信的人啊 所以这两个面对这些对象 完全不不太一样的 所以全教会聚集的时候 如果都说方言 那外面的人来了就惨了 但是啊 这个 但如果每一个人都为神说话 有不信的人来了 即便他不通方言的人来了 他就会被众人所劝服 每一个人都会想办法翻译给他听 让他知道神在说什么 他就被众人劝服 被众人审明了 他心里的引擎就会慢慢的显露出来 他必然会面浮于地 敬拜我们的神 说神真在我们的中间啊 阿们 好 这个是在先知讲到 与方言的比较这件事情上面 受到一件对付和教导 要讲这个原因一定是这个事情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产生的一点 纠纷的问题 好 在教会里面你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劝告你们要尽功用 在个人的时候 或有诗歌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或有方言 会有翻出来的话 无论什么事情都以尽早为主 说方言的人呢 两三个人轮流说也要翻出来 好不好 那关于先知讲到 也可以两三个人说话 但其余的应当审慎便明 一旦有人得了启示说话 那前面的时候就不要讲了 就每次都一个人 一个一个的为主人说话 然后教人得这个学习 然后教人得勉励 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 神不是混乱的 神是和平的 好 那关于妇女呢 这个教了他们 这不要随便在教会中说话 要按照神的律法所说的 是因为这些是神所吩咐的话 那如果有人不理会 就不让他就不理会吧 我们也不想多说什么 这个要了解这是圣经说的 这个哥林多前书大概结束了 对付复活的话 这个复活的话 是怎么样被重新定义 重新得胜的 这个是我们明天讲的 好 那个赵姊妹 交给你 好的老师辛苦了 老师好 弟兄姐妹平安 老师今天给我们讲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 就是说 看着就是内容比较多 但是呢 都是有条有理的 就是在十二章的时候 就是一个身体 有许多的肢体 就是这些肢体在 神把这些肢体安置在一起 放在一个教会 然后都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功用 谁也离不开谁 就是让我们知道 嗯 不要分门别类吧 就是彼此 肢体要彼此相顾 然后在第十三章的 就是爱的颂歌 就是什么是爱 就是这个 是我们也很熟悉 经常有 有唱这首歌啊 确实是这首 这个爱的颂歌呢 确实对我很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嗯 我自己警察自己 确实我是缺 我是缺少那种 对别人 那个爱的 嗯 可能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等等 也可能是原生家庭 或怎样 觉得可能都是借口 但是呢 确实是 我是缺少对人的那种爱 我 我自己感觉 现在还 还是没好多少吧 以前也是 就是觉得做什么事情 好像就是 就是这个事该这么做 但是呢 并不是说发自内心的 有一种爱的情绪 有爱的那种感情 去做这种事情 我就像 做什么事情 按规矩做 就像把自己 当成一个机器人一样 并没有带着情感去做 这是我 我在 在我的性格里面 最欠缺的一个地方 包括现在也是 也是 我也知道 总是想改 哎呀不行了 这样不好 没有爱心啊 在金融姐妹 在教会当中啊 没有爱心 那那我总是说 要去改 要去改 要有爱心 可是我确实 还是没有什么行动 还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的里面 好像就缺少了 缺少了爱 嗯 就没有爱 没有感动 没有这种 嗯 那种火热 嗯 做做事情 就是 就是一种 嗯 一种行动而已 只是说 应该这样 在理性上 觉得应该这样 就是没有带着那种 那种感情 火热的心 去 非常非常的缺 缺失 然后在第十四章的时候 就是看到了 先知讲道啊 和那个说预言 这个事情 嗯 就是说方言 这个事情 也给我们讲的 清清楚楚 最主要就是 要说方言 说方言 方言可以 就是说方言的时候 就 教会 说方言 并不能造就别人 只能是 自己跟神的 那个关系 先知讲道的呢 倒是可以造就教会 可以让 弟兄姐妹看见 然后就知道神 在我们当中 然后在下面 就是按次序 凡事都要按次序 这个也是 就是我 如果不是说 按照神所做的 神规定那个次序 去做事情的时候 嗯 确实是会 嗯 自己会受损 以前呢 也是在做事情的时候 都是按照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想法 每天早上一起来 嗯 一睁眼 还没起床 就想 哦 今天该做什么 一二三步 就自己就计划好了 然后一天就按照那个 次序去做 那都是自己的认知 自己的看见 然后现在 就会 呃 因为 呃 跟老师学圣经 学了这么长时间 两三年的时间啊 也知道了 神的次序是怎样 然后呢 就按照这个次序去做的时候 确实是很轻松 很省力 而且呢 确实是 嗯 凡事 凡事很顺 凡事行胜 凡事顺利 嗯 就是很有平安 而且心里边也是很有平安 就是比较轻 轻松 不用自己去计划 也不用自己去计算 嗯 干这个干那个的 那种人的计算 嗯 真的是很累 而且呢 没有什么果效 就按照神的 神的这个次序去生活 去做的时候 嗯 确实是很轻 担子是 要不到神这里来 他担子就是轻省的 没有觉得那个重担压在身上 所以说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 按照次序 次序行 就是对我们 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嗯 感谢主 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问姐妹你方便吗 哦 我方便的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姊妹分享 我我我其实跟刚才那个 那个你说的 关于这个爱的这个理解 也是也也感同身受 我就跟我们家 自己家的弟兄比 有时候就觉得 他可能 我有时候就会 有时候会很羡慕 我也觉得我是 我是那种特别热心的人 就是那种特别 发自热心的爱的 你还会去按照行为的规范去做 那我有时老会给自己找理由借口 那我既然没有感动 那我宁愿不要做 也不要去虚假的做 其实是真的就是很亏欠 真的是很亏欠神的恩典 那尤其是今天老师讲的这些 好多话都是真的 真的曾经就是读这个 哥林多前书 就有非常多的感动 就是有时候 包括包括对于爱的理解 还有 呃 在软弱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话 都是给过自己很多 很多激励的 那我觉得 嗯 真的有时候 我们就是效仿主耶稣的爱 那 你在这个学这个圣经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 呃 圣经真的就是神的话语 也是来 也是来 纠正我们 使我们的行为归正吧 那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方言 觉得清楚这么多年 根本就搞不清楚 什么是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都不知道 什么叫方言 以前理解的方言 都是以为就是五旬节 圣灵降临的时候 呃 像彼得他们当时 所说的那个 地方的语言 可能他们跟神的一种沟通吧 就很肤浅的这种理解 甚至我自己也不太 明白 因为不出于 对人的不信任 我也没见过说方言的人 所以我觉得人都是狡诈的 我觉得很多都是为了这种 在神面前 就是在人面前 好像有 有有有这种见证物的事 有这种确据 我觉得什么都 所谓的说方言 我觉得是可能是在那个 以前的保罗他们 彼得的那个时代 我觉得千金 可能也会相信 但是我觉得是 极少数的人 都是跟神的交通 觉得很多人 我觉得都是 都是神都都的 神叨叨的说 自己会说方言 我以前是从来不信 也不清楚什么事 是方言 方言里面是怎么样子的交通 所以其实也是 自己没看到的 就 就 就不相信嘛 其实也跟 就像跟平时 跟去传福音一样的 你去跟 一般从来也不会去讲 自己的一些 见证啊 经历啊 因为跟灵里面相通的那些 大家都是在 圣经的教导下的 然后灵里相通的 弟兄姊妹一交通 什么就都能明白 但是你去传福音 去讲这些的时候 人家可能也 他没有去经历 他就不理解 我对于这个方言之前 也是 今天通过林老师这么讲 我就 比较深刻的理解 什么叫方言 我觉得之前 这么多年 我都是稀里胡说的 而且有时人家 听到人家说 什么那个人 很有恩赐会讲方言 我觉得真是会扯 觉得这些人 真的都是很狡诈 就为了 去装装 装装 装装 我就会有 会有这些误解 以前不懂 真的是搞不清楚 什么是方言 但是今天听到林老师 这样子讲 我就觉得很感动 也是 因为我身边 从来没见过一个 真真正正正的 讲方言 是什么样子 也没有 只是有听别人说 什么的 然后之前看到 人家发群里面 都说他们在说方言 我觉得就像那个什么 猫头鹰 布鸟在那里叫 我觉得那是邪教 也搞不清楚 就是没有这种分辨力 但是通过这个学习 我觉得今天还是感谢主 感谢林老师的教导 我就分享到这里 来跟丘老师讲一件 非常开心的事 刚刚你们记不记得 在老师今天课程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人打电话进来 有 你知道那位先生 叫林业立先生 你们为他祷告 他给我的资料 都还是佛教的东西 但是他居然是来问我 有没有一本圣经 他想要读圣经呢 因为他常常看到我的信息 在网路上 然后他现在有兴趣了 我现在就是开始 就给他一点喂养成全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带领 然后我说你现在人在哪里 他居然在金门 那么等到他从金门 来到马祖的时候 我说你一定要来找我 他说会的会的 大概两三天以后就来 你看看 我们就在这边 进入在这个社区里面 在这个环境中 然后对着什么人 我们就说什么人 你看神就真的做事 就今天我才跟你们讲 你看人家是一个佛教徒 他现在想要读圣经了 哈利路亚 好我也再交给谁 感谢主 还有我刚才听到 我超喜乐 给百家在 那百家 百家来吧 行我现在马上 我们还有几个就到我们了 核酸 天天这个时候基本都是 你先叫别人问 那我先来百家 你做完你再说 好吗 我们做完了 所以你们现在都 因为核酸检测 求主 我们天天的 例行公事 感谢主 那你们 也好 你们在排队的时候 还可以听主的话 多好 这个真的开始传兵了 现在都得一米半以上 不能说话 下来都一个人拿一个手机 都是成了低头主 没有敢说话 赶紧做完快往家 分享 只有我们的教导 给他们已经也很不错 好 不管怎么样 教主 保守你们 好 好 任何医生 尊敬的林老师 还有平台的弟兄姊妹 宿内平安 今天又听到老师 就一再地重复 是格林多前书 保罗这三次步道会 这每一次的 这个警醒 我们也都非常非常得着 就听了老师 今天我做完核酸上来 就说这个讲方言 有的人就是愿意讲方言 有的听不懂 就容易跌倒别人 其实讲方言 是在我们自己内心 与神交通的关系 在众人面前 就都不懂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 这样去做方言 再一个 在我在的领悟当中 就是说 你所说的 你是你跟神的关系 因为这个方言 跌倒弟兄姊妹 就不值了 还有一个爱的这个方面 一个教导的方面 那今早上也听了 这个赵姊妹 还问他们分享 我们都也非常得着 那我在这个教会 从认识 从信主那天起 就是跌跌半半的跟随神 神唯一给我最大的安慰 就是给我一颗爱人的心 无论走到什么样的场合 光景 我都是 真的是神给我这样的爱心 我就愿意爱每位弟兄姊妹 只要与圣灵感动的时候 我就必须出去去做 就是无论什么事情 都敢去做 就总有一种那种爱 那我最缺少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学习力 每天也跟着老师 跌跌半半去听 去学 我叔叔的心想 每天都有这么多的网课 这个课那课 都来找你听的时候 那我们也不敢轻易地 离开这个平台 这是莫大的一个恩典 其实去抓世界 我们抓得也很辛苦 这么多年 我们也没 这么多的历练 也没有得到什么 唯一在这个组的里面 虽然是像一个破土篮似的 也每天就是用的是 那个老师这样的 带着我们用圣灵的那个光照 洗刷我们这个破的土篮 我们也是洁净的 我就真的是挺敢的 真的通过学习 弟兄姊妹一同在平台上 学习成长的时候 那也感觉到 我有很多的地方不足 就记不下来笔记 就听完了 这左耳进去右耳又处来的那种感觉 虽然是这样事的 我的生命也 对神也是也不断的 一天天的建造 长大成人 求神怜悯 每天真的是用心以后 真的是用心 用全心全意的 就能摆在神的面前 既然学了 就应该每天就要像 那个什么 苍梅姊妹 这是杨弟兄 能做笔记 能记得更加扎实 求神怜悯 前书里面 关于爱的这一块 就是 我记得圣经上 有句话写说 要从里面生发出人爱之心 其实要是说 没有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 凭着自己 也就是那种 情感上 理念上 是 我们没有多少那个爱 昨天 我在那个 分享别说 因为我们就像 其实我们每个人 就像那个月亮 反射太阳的光芒一样 就是自己本身 我们其实是没有 那种真正的 那个爱的 从里面是没有 那种仁爱之心的 我们人的爱 都是说 这个 有自己的利益 不是 就跟自己有关系 是凭着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爱 当真的 神的爱进来的时候 你说要是 从神的眼光看 世人哪有一个可爱的 但这种爱 我们是里面 生化不出来的 这个真的是有神 是要求神赐给我们 里面这种生化 是仁爱之心的 才能够真正的爱人去 都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的 如果那 不要说 就是说 有的弟兄姊妹 哎呀 有的时候仁义啊 血气啊 上来说我丑着 有的时候我也烦 我也不喜欢 那没有说 就是说 哎呀 你上过多少年神学 你就灵命有多深 多成熟 就你一定要去爱 真的是 如果凭人来想的话 都有自己的喜好 爱不出来 但只有凭神吧 就是在神的面前 安静下来 慢慢慢慢的 就是说 能接纳 能包容 就是能 就是说 哎呀 就不至于说 跟他针锋相对 也不至于说 我就极其的 就是表现出我的憎恶啊 就是 哎 我这样能帮助他 干什么 就是说 就是里面 我能够去包容 去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的生命 也能走 一点的走向成熟的 一个标志吧 就是 就是我真的说 大家也不用说 过分的自责 就是真的里面 真的没有 但是我们靠着神 我们里面 才能够真正去爱 就不是说 哎呀 凭着自己的喜好 他可爱不可爱 我们都能够去 事与元首 我们都能够去包容他 我觉得这个就是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激励我们 就是不是看 不是要用人的情感来作用 还有就是说方言这个呢 就是 是不 我们没有经历 当然谁都不懂 但是就是说 只有经历了 就是说 就知道 哎呀 也挺感受 就是神的那一种奇妙 就是没有 经历了之后呢 就是 确实方言是造就自己 因为他是 让你不得 因为圣灵 方言是出于圣灵的嘛 圣灵是 人的头脑是清醒的 它不是挟着你的 所以说当 有这个方言的时候 在跟神交通的时候 还是能感觉到 哇 这个 就是这个 神还是说 很奇妙 还有个这样的交流方式 可以跟神交通 就是说 确实是造就自己 跟神的关系 你可以就是说 你可以体验跟神的关系 那种亲密的交通 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 有的时候 当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嘛 因为有的时候 软弱的时候 你找不到一个 合适的词 怎么样来说 就是自己祷告的时候 说说的话 都觉得自己很虚伪 哎呀神啊 你是创造天地的主 你是铺张穷仓的 说说说 自己都感觉 说不下去了 因为你那个时候 灵命没有那么强 你歌颂不出来 人就是这样的真实嘛 就是说 你在会众的面前 可能是我们会 哎呀装一装 我说的好听的词 我能糊弄过去 但是当你自己 真自己一个人 面对神的时候 软弱的时候 你真的就装不过去 因为那个时候 你不是在给别人听 你真的是在给神听 你心里就已经很苦恼 很痛苦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 跟神在表达情感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你说什么呀 所以有的时候 假如说 就是如果有方言的恩赐的话 你虽然听不懂 但是你可以就是 这圣灵的那种感动 你跟神这种交通的时候 你不用说的 你过脑子 说我要想一个 什么样的词 更好听的跟谁的 你不用 你就这样 凭你的情感 哎呀 你就这么说 圣灵带领你的时候 或哭 或喜怒 或者是 或者委屈 哪怕你在 一种那种控诉呢 就是说那种 委屈的辩解呢 哎 他也是很一种释放 我觉得神给每个人的恩赐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或是有 或是没有 这个神既然 就是在五星节的时候 圣灵降下来了 有这种 有这种 就是方言的存在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的 所以我们有没有 都坦白的接受 哎 还欠神 我们有的呢 也不去 也不去 最傲自化 那也的确是 只造就自己 如果没有的呢 我们也不去诽谤 我们也不去说别的 真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很敢 就是 这是我对于方言的一个认识 所以说我也 很少跟别人谈了这个话题 就是 因为有没有的话 就自己经历了才知道 就感谢神吧 就一个爱 一个是 就 对 的一切就是说 说什么 都是出于 有有爱 没有爱 就是想的 明德罗想的吧 我觉得这个 跟那个情人说 还是很好的 就每一次 分享起来的时候 其实都跟我们的一个 具体的生活 属于的生活 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感谢神 我今天去分享这么多吧 我还有谁 他可能说心语 心语分享吧 心语方便吗 好的 谢谢老师 方便 谢谢姊妹们的分享 是啊 这 纽哥林多 前书里面 这个爱的 爱的这个 宋哥 就每次听 然后每次都会 很 就是 好像有人在敲打自己吧 爱是很久人 那又有恩子 爱是不嫉妒 就是 真的 神 神就是爱 只有他才能做得到 我们没有谁 能够 能够做得到 但是往 往这个方向去 去做 也会给我们 带来很多的 嗯 很多的安慰 和 和很多的 指引吧 妹 可能在我们 的生活当中 不光说 听听姊妹们 也都在分享嘛 就是说可能 对 对这种 弟兄姊妹 教会里面 或者有些 有些人 没有这样的爱 其实我觉得 我说我们常常对自己 自己的家人啊 父母啊 或者孩子啊 或者说 你另一半啊 要做到爱 都非常的不容易 嗯 所以可能 确实是 让我们 要 要 要 凡事也是靠着神 靠着神 靠着圣灵的带领 然后 让他充满着我们 才可以做得到 要不你说 就像 这个不轻易发怒 这个事情 就不容易做到 然后就 我觉得每一个 就这个 爱的宋 每一个 只要能做到一点 都已经很好了 更何况 还有这么多点 但是也 也是 很 很感动吧 我觉得也很 每次读到的时候 你就心里面 有一股 暖暖的那种 好像 一个手在 抚摸你一样的 说爱使用不知习 就真的 就特别好 觉得 哥林多前书也好 后书也好啊 这些每个字 每句话 嗯 然后都会 让我们特别特别的 受益 也特别的得着 嗯 就是 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吧 就是觉得很 很感恩吧 就光光是 听老师在讲啊 然后我们自己 再去念啊 心里面都有 很多的安慰 所以是 圣经 真的是常常读 每天读 你都会有 不一样的得着 然后老师 今天还在说到 这个 不同的 教之间的 一些 问题的时候 我也想到 当时 在福建嘛 然后因为 呃 我做那个茶 可能会接触到 比较多 佛教徒啊 应该接触到很多 然后我记得 那个时候有一位 嗯 一位这个 出家的一个 他应该叫野和尚吧 因为他没有 没有在哪个寺庙待着 他也是 见不惯那种 就是看不惯 那个寺庙里面的那些 那些 道貌黯然和虚伪吧 所以他就自己出来了 在外面 云有四海 类似这样的 然后我记得 还送过他一本圣经 然后在最初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刚开始上课 有一天他问我 他说 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 我都答不上来 那个时候 我才刚刚受洗吗 我都不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 还是他跟我说的 然后他 那个时候 他对圣经 还比我更懂 然后 对 也是他主动跟我提 他说有没有圣经 然后送他一本 然后我就 把那本圣经送给他了 然后其实我们的交往和和这个平时的一些沟通当中 如果撇开这种教义的不同 那有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可能行的要尤其像有这种修炼呢 或者说有有这种修为的的的僧人吧 他们比我们普通人可能在很多方面还反而行的更好 那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姊妹啊 包括自己 嘴上是说我信神 但是实际上就跟拜我像没什么区别 无非可能 呀有些人拜的是观音 有些人拜的是这个 然后有很多人拜的就是 就是拜了耶稣 拜了神 他也只是求 为了求得好处嘛 这个真的是大部分人的 很多人应该不能说大部分 应该很多人的一个现状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发现在教会啊 就是去传福音的时候 真的很多人也不敢不敢讲这个罪 然后大部分都是讲句文都是讲爱 那因为那那个上个礼拜 不是我我那个我公公他到他们当地教会去 然后呢这个牧者呢 讲的其实也都挺挺好的 但是他也没怎么提罪 就可能提了两三两三句吧就没有提了 大部分就是在讲一些 见神迹奇事啊 讲一些见证啊 然后讲这个信耶稣会有多好多好啊 就这种那其实嗯当然不是说不好吧 可是这样的话人 你就是对对这个信仰的根基 可能就会扎的比较浅 因为如果一旦嗯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会离弃神 那只有说我们真的是认识到 是我们自己罪 我们的这种罪性的问题 那可能嗯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一样嘛 虽然说信主也都三年多了 但是我就记得今年那个嗯疫情的时候 上海疫情的时候三四月份 然后那个时候翅膀发那个奋行 奋行会的那个线上的那个认罪 线上的那个课程 我跟我婆婆听 其实在听也是挺有感触的 然后也对自己的信仰会有重新的认识 原来呢 当然也不是说牧者或第一种词内没有去提 只是自己没有去面对 你很容易逃避 因为我感觉人特别容易去逃避自己 嗯 就是 好像突然没声音了 不知道是我这边也没声音还是大家听的 对我这边也没声音了 就刚才最后的两分钟这一分钟没事 对对对 这也没声音了 你断线了 现在没有声音 好吧 哦现在有声音了 那我就分享 OK 我刚才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 现在就是感谢神吧 然后也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互相的勉励 嗯 活出 不敢说活出嫉妒的样子 但是至少有一点他的心香之气吧 我就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听不见 心语分享完了 那我们 那看看 这位是刘聪弟兄吗 是的 刘聪弟兄 好刘聪弟兄 帮你分享吗 我经常看你的短视剧 经常看你每天唱歌 哦 我现在在这个后车厅呢 现在可能有点吵啊 谢谢准备我的分享 还有刚才那心里的分享 现在听得清楚吧 感谢老师 听得清楚 在那个 二零多前书 二零多前书 尤其就这个 要切磨属灵的恩赐 这个这个先知讲到的恩赐 是怀的所谓的 然后爱的真地 爱的归纳 这些都是有很多的回忆 就 像泉水一样喷我来 我记得 我在17年9月份的时候 当时跟金律师 还有百合姐 我们三个人 一起去泰国宣教 当时就在泰国的一个 一个孤儿院里面 当时的一个教会 一个 一个华侨开的一个 开的一个孤儿院 然后他有一个教会 当时我们就住在那孤儿院里面 他们有不少 也不少从那个陕西 陕西来的这个 教会的兵子 他负责有从美国来的韩国的韩裔的 这个读书 他有先教会 整个天晚上呢 在这个 在早报的时候 早报会的时候呢 我就 亲身经历了这个 讲方言的这个 这个这个景况 好 有私心略会的 有那个 有就是那个 乌 respecto 很多 他们怎么能够这样 什么 甚至有 那个韩国的牧者 也是在表当年 也是在 我的 我就不理解 专碧法 诶 我也不太明白 我isch 一直就这个问题 我就不好意思 说出来 我就没有 不但 Mind 跟白贵姐了 沟通了一下 她就和我解采了 this ı 其实有的事情 知道 是一回事 明白 又是另外一回事 之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就这个讲道的恩赐 和讲方言的恩赐 在什么情况用 为什么要这么用 为什么要有人有误息 为什么要去造就人 是靠什么来造就人 他讲得很清楚很明确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绪 有的事情没有亲身经历是感觉不到的 我知道这个讲方言打过手 但是亲身经历到这个景况的时候 内心里就有一点点不舒适 因为你讲方言 你不是讲给我听 你是讲给神经 我是听不懂的 神经能听懂 但是我没听不懂 所以保罗一再地强调 一定要要切入 这个先经讲道的恩赐 如果你要讲方言 那你讲给主就听 到后来 第二天晚上 当时第二天晚上 那个有个代表会吧 那个陕西的那个教会的那个路者 当时就给我代表 他就用手索着我的头 他为我祷告了 他跟我说的 是说的我能够明白的 但是他跟 跟谁说的他呢 他说的是方言 这我就能够很容易理解 就很容易明白 我说属灵的奥秘 不是有人能够说清楚的 甚至我当时在那 也看到了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的 有一个姊妹 就是被给附了 被给附了 然后被一个牧者 就去医治他 为他代表 为他医治 我就看到那个姊妹 那个不像是正常人一样的颤子 很怪异的颤子 所以我就很多的 一些许名的事情 我就能够明白 接触他们经过了 我就能够明白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知道是一回事 明白又是一回事 所以呢 圣经 你看到上面的话语 你能明白 你能知道 你晓得了 并不带着公正的 能够明白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切莫这个先知 先知讲道的意思 就是 他先知讲道的意思 他不单单是讲圣经 他会决别 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口口遗迹 不同的人质 不同的人缘之间 沟通的经历 不同的时局 他会 他会决合 万事互相效率 然后包括圣明的恩赐 包括圣明的情形 你的负担 他会讲出来 能够讲到你的心里面 能够让你真正的 找物性 能够得智慧 能够真正的成长 但是这个方言是觉得不可以 方言你讲 他就不明白 他安明不了 所以我就能够明白 如果你能够讲方言 讲得再好 你那里面没有爱 没有爱 你就是空想的一个 就是空想的法 一样 我就能够明白就好了 我就分享这么多 孝佳主 孝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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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让他们大家 他们心里 他们真是我学习的方言 他们在外面有这么忙的事情 还听神的话语 我刚才住了河双 我才会上去 河双也离敏 那是今天讲了 各领动物课 讲到方言的这方面 我感觉到方言的时候 我在自己老家的时候 这几年疫情 在这里很少回家了 以前在这里 在老家的时候 陪领会的时候 他们有讲书方言的 有讲书方言 方方言的 都有的 现在我感觉到 我这好几年 都没有听到这样 灵灵的生活了 我感觉到也很可惜 我这里好像 陪领会也没有了 以前我们老家的时候 或者五一节 十月国庆节 人家都是休息的 都开了几天 那个陪领会 在这里都没有 老师也讲了 我听到今晚的时候 老师也讲了 上世上 住大人 二世上要住小孩 求生也灵敏 我们在上世上 也没有住大人 也没有欠慧 在二世上 没有住小孩 我常常 从事 整个 淫固子 求生也灵敏 圣经对我说 心旺爱 最大的是爱 但是我自己 这句话对我说的少 我感觉到 真的爱爱不出来 在树林的道路上 真的很亏钱 求生灵敏 老师说 身体只有一位 肢体很多 但是 有一个肢体的荣耀 全身的荣耀 一个肢体得了不好的 我们全身有伤心 求生也灵敏 是我们能够常常 荣耀神 但是我们常常 打 普通话怎么讲 打玉瓶 玉瓶 推 那个 普通话怎么讲 没有出香气 常常我们出的 是臭气 就是灵敏 是我在这个 在树林的道路上 能够多多地出香气 但是我感觉到自己 这方面 真的很亏欠 没有荣耀神 没有教神的名 的荣耀 常常 教神 伤心 没有谦卑 没有爱 爱真的有时候 发不出来 圣经叫我心忘爱 最大的是爱 但是爱这方面 真的发不出来 就是灵敏 所以我能够在 听到方面 在学习方面 真的自己 和自己加油 我就这样风险吧 我也不会风险 我再走一个 夫子妹今天还没风险 夫子妹 小小姐 您来吧 好的 感谢弟兄姊妹的分享 感谢林沐 今天又把我们 真的是 带进新的一天 这个 真的 圣经对我们的供应 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那哥林多前书 其实我们 我觉得对我来说 比使徒行传 要熟悉的太多 特别是11章到 这个今天 林沐讲的 13 14 12 13 14 这几章经文 其实哥林多前书 关于圣三这个 是几乎是每一个月 可能都会 都会能听到的 但是每一次都不一样 真的是每一次都是新鲜的 那么尤其是今天 对于 这个圣三前的 这个保罗 对哥林多教会的 这样的一个 感谢主 一个劝民 真的是 让我看到 这个我对圣三也是有一个新的认识 尤其是 圣三前的这些准备 如果 之前对这个吃喝自己的 最没有特别深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深的一个领会 感谢主 就是今天林沐对这个 十一章到十四章 这样的一个分享 真的是 圣三前我们 尤其是我自己啊 我觉得也真的是要好好的刑查 就是特别是 这个十一章当中 这些分门别类啊 这些就是 这个 就是在 在 无论是讲道上 或是说 混进圣参的这些 对 对这些的教会 教道 真的是让我 我对 这个 对自己 还有对圣参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如果我们聚会的时候 不是合一的 跟神不是十一的 那么我们的聚会 可能是招损 这是 这些话听起来 林沐今天讲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 震动我的心 有时候经常也会不合一 跟 跟弟兄姊妹 可能就像 刚才赵姊妹说的 就是表面上 好像 自己也去做了 也去行了 但是内心里面 没有爱 这个真的是 想的罗和明的 搏一般 所以这是 感谢主 今天听了这些 到以后 听了林沐这样的 劝勉 就是也说到 林沐也说到 我要劝勉人 造就人 还有就是要安慰人 劝勉人 造就人 这些真的是 是平常 可能有时候也会做 但是 这些做的时候 可能没有用全新的爱 那么我看到 今天林沐把这个 这个就是爱的这个 就是真谛 再一次 很真实的形容出来 这样的时候 让我看到这个 这个爱 他真的不是唱一首歌 他也不是说 你读一遍圣经 你就有爱了 就是真的是 这个我们需要 这个彼此的 彼此的这样的 颤拉扶持 而且是 一定是带有爱心的 去彼此 彼此的 颤拉和扶持 感谢主 就是林沐用一个 小拇指 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 你觉得这个小拇指 它可能不太重要 但是你如果伤了它 那真的是 疼的是很专心的 是 真的是连 直接连到你的心 就是 感谢主 就让我看到 在教会当中 无论是 哪一个 地形姊妹 从今往后 我觉得可能 就要用 爱的心智去看 无论是 就是 刚才林沐说的 是打倒厕所的 还是 白桌衣板 还是在外面服侍的 院里服侍的 院外服侍的 这些 真的都是不可缺的 都是神的身体当中 不可缺的 可能有时候就是 觉得这些恩赐 不重要 但是今天 通过林沐这样一讲 就是 感谢主 平常可能有时候 自己还会觉得 这些确实是不重要 但是 感谢主 这个恩赐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恩赐 我们从内心当中 都要用爱心去对待 去看待 每一位弟兄姊妹 就是 可能在你眼中 看到这个弟兄姊妹 他不可爱 但是今天林沐也说了 我们还在 我们 其实还不可爱的时候 神 他去爱我们 所以 就是 没有 一个一人 是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一个一人 所以我们 彼此都不可爱 但是神 他去爱我们 所以我们 你要用神的爱 来爱我们身边的人 无论是 感谢主 是弟兄姊妹 还是 我们的 家庭 还是 临舍 当我们 就爱不下去的时候 就告诉自己 其实我们 在不可爱的时候 神他也爱 他没有撇弃我们 也没有 丢弃我们 他依然 就是用他 长口高深的爱 来爱我们 依然用他 舍命留下来爱 所以想到这些 我想 可能 我们就能够 我们就能够去爱我们身边那些不可爱的人 或者说去包容 去相信 去忍耐 恒久的这样的忍耐来 感谢主 来爱我们身边的人 要是真的是要用爱的真谛 就是从这些连接当中 格林多教会这些连接当中 让我看到这个爱 真的是 这样连接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 感谢主 这个爱 爱的真谛 爱的宋歌 放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 再合适不过了 所以感谢主 我们也要用 主怎么样来爱我们的这样的爱 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那我们也要 真的要追求 先知这样讲道的恩赐 其实我觉得感谢主 我觉得弟兄姊妹都非常好 尤其是 小霞姐 原来普通话都说的不太好 到现在 都能分享到 这个信王爱 什么的 这些 神的 很深的这些 神的话语 真的是非常感动的 所以我们 不灰心 不丧胆 就像保罗所说的 这是个 就是神的能力 愿意在我们这些 软弱的人身上 显出完全 感谢主 求神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也做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是我们的日子如何 力量也能够如何 好 感谢主 我就分享到这儿吧 我把时间交给昌梅吧 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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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梅是不方便 父子们 你叫杨弟兄也可以 杨弟兄 我们分享 好的 杨弟兄 我的手机打开了 好的 感谢林老师今天上午的辛苦 感谢弟兄 怎么样的分享 今天 林老师讲的这个 第十三章 爱的真谛 原来读圣经 一读就 就划过了 今天老师讲的 却像锤子一样 锤在我的心上 感到自己对照圣经的话 自己做的 原来觉得自己做的 还不错 但是 听了林牧师今天讲的 真是 找圣经的话 差得太远了 差得十万八千里 经常说 爱是恒久忍耐 就是恒久忍耐 就没有 就没有 很难做到 还有 时常自己 做一件事 没有长久的一个心态 对人也是那样 感觉是自己 做的 做的不够 还有说 不计算人的恶 有时候感到自己付出了 但是呢 得到的 却不是 不是 不光没有回报吧 还有一些 一些怨的东西 有时候自己就 和别人的错 就 就数量一般 一般 真是 通过神的话 让我知道 我 我这样 也是需要 计算人的恶 也是不讨神 喜悦的 这就是没有 恒久忍耐 要改变自己 爱要 爱要有恒心 不光不要 计算人的恶 还要把人带到基督里 用爱把人带到基督里 这才是神所喜悦的 凡事要包容 包容 很难做到 凡事包容 更难做到 但是 但是在神 加给 信心 才能做到 圣灵的带领 凡事 盼望 凡事忍耐 包容 和忍耐 都是 需要 好好学习的 功课 今天我就分享这些吧 下面 需要给 超门 能不能说话吧 好的 好的 刚才没打开 是一 好 谢谢老师 也谢谢弟兄子们的分享 老师今天 给我们 讲了 格林多前书 十二 十三 十四章 那么也看到说 回顾了十一章的 吃圣餐的问题 非常感应 那么 其实 在 保罗 在以佛所写了 格林多前书 在十一章的时候 看到格林多 所存在的问题 就是 混乱了圣餐 那么 其实这书信 是给格林多 同样 今天也是告诉我们 有一个警醒和警戒 那么 让我们也知道说 圣餐 真的是 让我们也是知道 纪念主 让我们在吃 领受圣餐的时候 要分别为圣 还要认罪 要彼此等候 要按理 吃主的饼 和 和主的杯 那么领受 圣餐的顺序 让我们也知道 就是这个次序 首先是饼 后是杯 那么十二章 看到说 属灵的恩赐 在讲到 属灵的恩赐的时候 看到说 有三个小点 第一个就是看到 属灵恩赐的重要性 因为这个恩赐 是为了造就 那么用的不好 就会成为败坏人的 就是 那么也看到说 是属灵恩赐的分别 因为恩赐 是有分别的 公用也是有分别的 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 但圣灵只有一位 所以让我们也知道说 圣灵就是说 他会 恩赐是圣灵 按己一分给个人一个 也看到说 属灵恩赐的配搭 也就是说 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 它的恩赐不同 公用也不同 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 那么肢体就是 它公用不同 让我们也很清楚 他知道 就是不要 就是 功用虽然不同 但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彼此配搭的 让我们就是说 不要轻看 每个弟兄姊妹 就像我们身体上的 每一个肢体 就像老师刚才所说的 那么越小的 越是不可少的 让我们也很清楚 这个属灵的恩赐 再到十三章 就看到爱的颂歌 那么也看到说 就像一节所说的 那么 我若能说 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就成了 名的罗 响的拔一样 所以告诉我们说 让我们有看到说 这个爱的重要性 它比这个方言 比知识 比恩赐更重要 就是也告诉我们 爱的应用 就是说 就像刚才 杨基兄所分享的 从四节到七节 整个爱的颂歌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词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慈慌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其实这个内容 虽然我们都会背 也会唱这首歌 但是当我们在应用当中 让我们也更清楚地知道 对神 对人 对物 都是各个方面 就像刚才 杨基兄所说的 就是首先 我也很有感动的 就是感触的 问于我自己 我又做得了多少 有多少 就是行在这个经纬当中 那么也看到说 爱的持久性 说是爱是永久不息 就像说 告诉我们 如今长存的 有幸 有望 有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 其实学到爱的宋歌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 我就自己 也祷告 求神 将十字架上的爱 真的是交换下来 赏给我 多少时候 我自己不懂得去爱 也不知道如何去爱 常常的是用自己 那个天然的爱心去爱 真的是 看到这个爱的宋歌 其实让我感觉到 这个距离 差得好远好远 真的是没有可比性 也激励我们未来 在前进的道路上 在每一天当中 真的是遵照这个爱的宋歌 去学习 让我们的生命 能彰显出爱 第十四章 讲到说 做先知讲道和说方言 这两个 这个问题 那么也看到说 做先知讲道的是 对人说要造就人 安慰劝勉人 那么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做先知讲道的 乃是造就教会 让我们很清楚的说 你们就像十四节 第一节所说的 十四章第一节所说的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其中更要羡慕的 就是做先知讲道 因为这个先知讲道呢 它是造就教会 老师其实刚才 给我们重复了 在这个很多 那么也看到说 在十二节的时候说 即使切慕属灵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就像刚才父子们所分享的 那么我们的恩赐有很多 在教会里有很多 就是像摆灯子 擦地 这是很简单的恩赐 那么让我们也真的是 切慕属灵的恩赐 就是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第二个就看到 第二个点看到说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 按照次序行 让我们知道说 先知的灵 原是说服先知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也看到说 妇女在教会中闭口不言 那么看到说 众教会 老师告诉我们 这里不单单是指的 有人很误解吗 说指的是妇女 那么这个妇女是众教会 也不分弟兄姊妹 都是我们 我们在地上的教会都是 众教会都是妇女 因为新郎是 就是我们是教会是新妇 带给我们很多 就是学习和看见 整个三章下来 让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也谢谢老师 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 在这这样的学习 让我们对每一章 每一节都很 就是有很好的进入吧 接下来我们也会知道 该如何正确地 行在神的道路之中 不偏离神的作用 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些 把世界交给金牧师 金牧师 金牧师你的话筒打开了 然后没有声音 要不你就用另一部手机再登录 要不你就用另一部手机再登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两位大妈都可以分享哦 还有一位我们的姚大妈 吴依 你能分享一下吗 可以 好 来分享一下 天主 我今天听林牧师讲关于爱的事 以前我对爱的理解不是 自己实际上在外面做事干啥 对我来说 当我在外面干事的时候 看见别人做事的时候 也想去给别人帮帮忙 但是那是出以人的俗事的一种帮忙 不是灵里的帮忙 我们爱人要用我们的灵去爱人 用主教导我们的话语去爱人 不是用人的意识去爱人 这是我今天最深的感觉 就是以后我们要真心真意的去爱人 按照主的教导去爱人 不要把爱掉在嘴上 不要随随便便的 就认为你的爱就是神喜悦的 实际有时候我们所做的 我们去帮人也不见得都是神喜悦的 只有完完全全的信靠神以后 我们去爱别人才 这才是神喜悦的事 再一个就是说方言的事 过去当我看清见我们的那个 我们牧师的那个师母 他有一次在发言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说说说着他就说方言 当时我们我和另外一个老师 我们就很羡慕 总是想去学方言 但是经过现在的林老师的讲解 方言是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自己去学的 学是学不来方言的 对方言要有正确的认识 就是在一个我们的牧师 当时他能说好 他会说方言 但是他在讲道的时候 从来不用方言跟我们讲 只有他爱人那一次 我们听到了他讲的方言 他泪流满面的在那里说 但是我们连一句也都不懂 听不懂 所以今天林老师讲了 听方言是要 如果是不能让别人懂 那么这个方言 只能他能受益 别人受不了益 这是我在今天 在以后的 这个对爱的方面 自己必须要按照 那个圣经上所说的去爱人 有时候我们虽然去爱别人 但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人 就不会去爱 对自己伤害过自己的人 自己也不去爱 有时候还去咒诅人家 所以我们过 对我来说过去的爱 都可以说是 属于一种虚无爱的爱 不是真正的爱 通过在教会里面的学习 以后就是自己要把 要真正理解爱的行业 去按照神所教导的去爱别人 不以自己的私利去爱别人 感谢主我今天去说这一些 谢谢我们的吴姨 那个姚大妈你能分享吗 因为我看你都能打开 大妈有听到吗 听到了 我现在分享不了 谢谢 谢谢琼琼 来分享一下啊 你的感受 因为你也曾经接待教会了 能听到吗 能听到吗 听到了 听到是听到吗 现在也不会分享啊 没事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今天你不是听了吗 听了是听了 都没记住 不会分享 对爱的理解呢 对爱的理解 现在你说对爱的理解吧 这我这个爱吧 真是 所以说各个家都这一儿都爱不了 你说说爱别人谁 那谁能信呢 因为神不信 我个儿都不信 现在你就再踏出来 我这都爱都爱不了 不是爱别人 我觉得你也有很多的爱啊 爱很多的爱 就自己家都没有爱好 你说说爱别人说是有爱 谁都不信 不相信的是 这一个人身上我都没有办法 改变不了 不听话 好嘞 慢慢写吧 大妈 有很多的爱 对于灵蛇各方面 因为我们经常去看访她 对于灵蛇 对于周围 而且她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会手腕 手腕 鸡蝉都是会为我们的带导 这些都是爱 若不是你们的带导 哪有我们今日的关键 谢谢你们老人家 为我们的带导 这是爱心的带导 是神最喜悦的 还有光环的爱 这些吧 我都能做得到 就是在我儿子上 这个爱就没有打开 因为爱不下去 别的我都爱上这都可以 你是啥事我都能快 因为都能爱 就是这一个儿子身上 就爱就发展不出去 对自己家里人的爱 就更难了 是不是 但是神也是给我们功课 让我们要去学会 接纳那些不可爱的人 无论是自己的亲人 还是周围的人 还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 真的有时候非常感受到 不可爱 但是我们流着泪 也要去爱 我们流着泪 也要为他们做带导的工作 有时候骂啊 做责备啊 不是说骂 说重的话 其实有时候也是出于一种爱的表象 特别是做母亲的 对自己的孩子 其实无论用怎样的方式 都是以爱 但我们有时候那种爱的表达方式 不可能被对方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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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怎样 我们哪怕是说话是责备 但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好 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特别是对自己亲人 越亲的人可能会 你爱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 好像很严厉 其实也是爱的表现 那么透过今天对爱 我们要有对爱的调整 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时候 可能就是爱 但是我们的表达 不见得被别人接受 所以我们要学会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 使对方能够接受 感谢神 大妈 你可以把你的声音关掉 感谢祖爸 今天我要回应一点点 就是那个刘冲 对那个翻眼的 这种体会 那天他说了 是我跟百合 然后带着刘冲 去了一次泰国 去了一次泰国 因为在泰国 都是属于培林 在泰国都是一些 那天晚上都是一些 属灵的人 说白了说都是属灵的人 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操练 那么刘冲他们也看到这种 翻眼的观景 翻眼呢 确实是自己跟神的关系 所以呢那些属灵的人 在里面有很多人都会翻眼 他对属灵的跟神的关系 给我们带来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 真正是神所赐给他的翻眼 但他对生命的更新一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对服侍一定是热情的 也是有很多种的恩赐的 所以呢 他这种翻眼 虽然对他自己有好处 但是对服侍 对他的生命更新以后 对教会的服侍 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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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 为什么要持恩赐呢 单单跟他们 自己跟神 建立好的关系 岂不是也是为了服侍吗 岂不是也是为了服侍吗 所以说在那个场合上 如果你羡慕 那个翻眼 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向神求 神就可能 允许你有些人 成就你翻眼 不是说望求 如果有这种可慕 羡慕 你也是可以向神求 但是给不给是神的意思 给不给是神的意思 基本上在众人的面前 要是你真要出现翻眼 那么旁边里一定有一个翻翻眼的人 这样对众人有直接的医术 如果说没有人翻眼 那就属于你自己的 你就默默自己跟主建立关系 那建立翻眼的关系 目的也是更好的服侍族 更好的看到属灵的观景 因为他直接跟神 能够有很好的密切 有这样的翻眼 那他对属灵的东西 会比较敏感 比较有正确的判断力 那也不是瞎猜的 也不是瞎来的 所以我们也要去分辨 这个人会有翻眼的恩赐 有那个翻眼的恩赐 那么他的生命是怎样 如果他的生命很烂 那他的翻眼也不是从神而来的 也许是鬼鬼 鬼叫呢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说不要去盲目的羡慕 不要盲目的羡慕 那老师今天也讲到说 有些是地方翻眼 有些是地方翻眼 一方独地一方人 一方独地一方人的口语 那个就是地方的翻眼 不是说属灵的翻眼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分辨 我们当然说 在祷告中说一些翻眼 我们听不懂 不是说没有益处的 是有益处的 这点我要更正一下 因为他跟神 关系好了 属灵关系好了 那么他服侍更有力量 服侍对教会各种的恩赐 他更有什么 更有各种的恩赐 这是为了帮助翻眼的目的 也是为了帮助造就人 然后对教会有益处 对神国度有益处 以这个缘故 他们可目 然后向神求 神也应与他们 得到翻眼的恩赐 那么最大的恩赐 还说了 讲那个先知的恩赐 是如果你有先知 讲道的恩赐 那么你讲解的经文 绝对不会乱解 也不会怎么乱讲道 那么我们也就有很好的 分辨的能力 别人讲的对不对 你很敏感 你如果有先知讲道的恩赐 你圣经就能读懂 你就能有分辨的能力 非常敏感 这个人教导的 是不是按照圣经真理教导的 马上就能明白 也不是说下拜的 所以说也是为了怎么样 更好的服侍主 更好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还有讲的是个爱 爱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无意分享的很好 以神的爱去爱 才是正确的爱 以神的爱去爱 是正确的爱 所以我们一定要 爱也要很清楚 爱不是 如果要学出爱 也是很难 特别对家人 爱是不嫉妒 不参访 不做害羞的事 不计较人的恶 这点很难 是吧 常常我们的亲人 或者一些 你所认识的 或者是 在你的 单位上 有一些 上下层的 职份 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嫉妒 我们一定要有尊爱 不要去嫉妒别人 一定要有爱 用爱来接纳 这有活出 怎么 以神的心去爱人 除了别人虽然不好 或者我虽然不及别人 但我要羡慕别人 更不能嫉妒 更不能诡诈 一定要学会有爱 要欣赏别人的好的一面 然后 顾绝别人的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 如何去爱一个人 要以主的心去分辨去爱 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神 把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 一直拽在那个 格林多 书里面 格林多 书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 讲法 老师那天也讲到 十一章的五节里面 我也是重新说 在旧约里面 保罗并不是说 不许女人讲道 他那里讲道 明明说 无论是男的讲道 还是女的讲道 都要有按照神的规律 谁的规律 那么那里是说 女人讲道 希望要他门头 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所以呢 格林多的背景就是 有些人怎么样 骄傲了 所以保罗有点生气 说我不许你们女人讲道 那里明明指责那些女人 没有按照当时的规则 门头 就是包着头 所以呢 保罗表达自己的意见 并不是说 女人不可以讲道 不可以讲道 不是这么讲的 所以这也是历史的缘故 很多的时候 我们解经解错了 然后抓住一句话 没有连接起来 整个圣经连接起来 那我们要重复去读 格林多前书 十一章的五节 那里明明讲道了 女人 当时也就有女人讲道 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理解 才能够去正确的辐射 当然 遇到教会里的弟兄跟姊妹 恩师都差不多了 我们一定是要有 以弟兄为先 这已经是教导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只要说弟兄跟姊妹恩师都差不多 我们就要抬举弟兄 而缩小自己姊妹 我们应该以弟兄为前提 这也是圣经里的教导 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将来都要成为神的出口者 将来也都要成为怎么样 传递者 我们一定要有很多的明白 感谢神 让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归纳 无论是你们很谦卑 我发现是你们很谦卑 觉得自己的爱爱得不够 无论是正谦卑还是谦虚的 我们都要活出真正的爱更新 我们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和鼓励 岂不是更好呢 是不是 我们有时候真的爱得不够 求神也怜悯 我们帮助我们前进 让我们活出真正的爱来 和主的道相称 因为信心和行为是平衡的 信心和行为是平衡的 好我们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的祝福 主啊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掰开 使我们主啊能够领受 就能够有你的亮光 主啊你让我们以你的爱去 主啊不是人 主啊无论是自己的亲人 还是主啊外面的人 还是周围很亲的人伤害我们 我们都要以百般的忍耐去爱 不计较对方 因为他们的生命是还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先被你爱得走了 所以我们也要先活出爱的榜样 来影响别人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也圣愿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都有先知讲道的恩赐 主我们也革目主啊 主啊翻眼的恩赐 因为翻眼的恩赐 与你建立没有的关系 是为的目的是 为了更好的建立教会 主啊更好的去帮助 更好的有分别的灵的主啊生命 主啊若没有分别灵的生命 我们常常会跟错了路 主啊也会主啊行不出行为来 因为一些人的行为会使我们跌倒 但我们有属灵的眼睛 我可以自己站稳 还要去帮助别人 以至于以这个目的 愿你将你自己的执意按在你的心意 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 有不同个案其职 为了使造就教会 主啊我们求你将各样的恩赐 赐给你的儿女们 是我们平台上的每个人都不小看自己 都是神眼中的宝贝 主啊我们向你感谢 不论是给我们一千脸的五千脸的两千脸的 都按照你的恩赐主啊来供应给我们 也让我们活出主啊恩赐来 来见证于你 主啊恩待你恩待我们的 我们也去恩待别人 主啊你怎样教导我们 我们也要活出怎样主啊生命来教导别人 亲爱的主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 谢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祝福我们 让我们哪怕再跟周围的人亲人 说一句爱的话 使对方怒气也会烧出 主啊说一句关心的话 一个爱的行动 主啊也是能够表达 我们从你而来的爱去影响别人 主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 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里面 真的有你玩得荣美 来见证你生命的主来影响于主啊别人 来让他们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归入你的名下 使我们家庭和睦更加能够蒙你的祝福 一家一家的信主啊一家一家的主啊被你得着 主啊教会就会复兴社会就会好 我们这样向你感恩祷告交通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 好弟兄姊妹 老师觉得今天这个信息啊好像真的对我们有帮助啊 那我要这个就是对那个金牧师所交通的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那虽然圣经里面是的确是白子黑字的提到 啊这个姊妹和弟兄的这个不同 但实际上这个做母亲的教导自己的儿女啊 是很正常的啊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就是我母亲常常就是到现在都还是耳提面命啊 还是会要要我做这个做 那要怎么样纠正我啊怎么样 这个很正常啊 那这不叫讲道啊 这个是本身就是父母亲的一个规券 然后这个是很好的啊 第二个 呃我也觉得呃 比如说在历史上啊 比如说尼托圣弟兄 呃真正带领他的这个姊妹 啊都都是和尚恩教师啊 于词杜姊妹啊 这些都是啊 主内啊非常有功效的姊妹 虽然他们是谦卑也是蒙头 但是他们却是造就人的啊 却是能够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器皿啊被带出来的 所以姊妹们千万不要有那种好像是说圣经这样这样讲 你就不操练你自己的灵 那不操练为主说话的机会 因为你怎么知道 你不能啊像那个亚拿尼亚一样好带领那个 这个保罗啊扫罗能够信主呢 有时候你你真正无法想象了 神使用的时候就可能就是使用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器皿 但是成就他极重无比的荣耀好不好 好我们用主导文做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任人都尊你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主义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免我们的赞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赞 不叫我们欲见试探 救我们脱里之文 因为国度全必无同要 全新的到永远 我们 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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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几句话 我常常说的吧 没说明白 我的儿女吧都很孝心 我也都挺爱他们 就我这一个病的儿子把这爱我就爱不出来 剩下是什么临时儿子 我都很爱他们 我爱心 就是我这一个有病的儿子爱不出来 就给他生了 理解 理解 大妈我跟你讲 你就操练 这个爱 有些时候 爱你在心口难开的也很多了 但是不要担心 你就是一步一步 我发现你今天交通的时候 我才知道 有很多的情形 我们需要为你带导 那你不讲我们也不知道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 你只要愿意为主说话 然后你为他们祷告 我总觉得 你们家的情况也会有所改变的 你就相信神吧 好不好 家里的爹地都挺好 儿子媳妇和孙女啥都比笑些 就是我这一个病儿子 怎么说都不听话呀 你说 我这一天就跟他说苦恼可苦恼 剩下别的爱 我都弄话抓来聊 大妈这样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 就从现在开始 然后借着你的变化 然后看看你有没有办法 把你的这个这个生病的这个 孩子啊 能够把慢慢的转移到主面前 你先为他祷告 好不好 你你现在我知道 你的这个情形 你起码先为这个孩子 是真正的啊 摆上一个这个 神智的祷告 那弟兄姊妹也记住 紀念大妈哈 紀念他的这个需要 然后呢 那弟兄姊妹也记住 我们也两三个人 教会也去了 一慢慢来 你不要急 人的镜头才是神的起头 这个孩子还没到镜头了 你都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 神会有他的管教 神会有他的方式 你只要做你该做的事 好吗 好不好 好 我们呃 继续纪念 谢谢 没问题 纪念大妈哈 那弟兄姊妹继续纪念 大妈你从现在开始 你要操练一件事 我想要每一天都听到你的声音 你一句话为你 你儿子祷告也可以 你就借着我们的话语 讲的内容 你为你的儿子祷告 你其他的东西不要讲也都没关系 你就是一直想着他 你就一直想着他 一直把今天所听到的任何的信息 可以应用在他身上 应用在你身上 你就交通出来就行了 好不好 每一天都这样操练 你看看一段时间以后 会不会有变化 好不好 主要主爱你们 拜拜 主要主爱你 好拜拜 拜拜